则说也,顺也,明也,枕南枝药道也,往东北,则止也,献也,意其简而予予。 为大人能记简,为正道能出简,简不可以动心忍信真意其所不能而及。 担曰,简,南枝,现在前枝,渐显而亨之,知已灾,简历西南,往德中叶,不立东北, 祈祷穷也,历见大人,往有工业,当未征集,以正方也,简之时用大以灾, 愚者密于情欲之思,虽有不测之显灵其前, 芒如简也,旷能止灾,能止,不为不陷余险,从此必求出险之良策也, 安得非至,本义东北之坎更,往旧西南之灵队吕昆, 故刚柔相继而得其忠,若守此东北,则忠于贤,忠于止而亦亦, 为九五阳刚中正,当大乱之位,以正邦国之简, 故往简之者,必有枕简之功,然遥中读上六名利简大乱于不言者, 简大乱亦呆其时,实至则之,实行则心, 简之时用,极全体大义之时用也,六十四卦兼耳, 每余人所忽者亦提醒之云耳, 相曰,山上有水, 简,居自以反身修德, 山本欲全,以寒而不疑犯, 金水流于上, 使人不能错足, 此乃山有缺陷, 非水之过也, 居子之一切显然境界, 唯无心自造自现, 故不感怨天流人, 但凡身已修其德, 如智山者, 陪其缺陷, 择水归见赫, 而不复恒流于, 初六, 往简来遇, 相曰, 往简来遇, 依待也, 简以见显能指位之, 故诸遥皆借其往而许其来, 来即反身修德之位也, 出六简险极致, 知机而不犯难, 其反身修德功夫最早, 故可得欲, 夫其勋循未缩也哉, 礼仪修德以待时而, 六二, 王臣俭俭, 匪公之故, 相曰, 王臣俭俭, 终无留业, 阴柔中正, 反攻无作, 而上映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方居显定, 安德不俭其俭以相从事, 然诸遥皆已能指位之, 而此独不然者, 正所谓是君能至其身, 功而忘思, 故随似冒险, 终无有也, 一读约, 匪公正本反身来, 平日能反身以体检, 才能临时匪公以祭检, 九三, 往简来百, 相曰, 往简来百, 内喜之也, 九三位更知主, 刚而得正, 渐渐能指者也, 既知往则并简, 故来而反身修得, 则内二遥如不喜之, 六四, 往简来连, 相曰, 往简来连, 当未时也, 已入侃体, 其简甚已, 然舍能来而反身修得, 则有可怜于更知三遥而过之也, 因本不实, 故来连于当未而时之九三也, 九五, 大简彭来, 相曰, 大简彭来, 以终结也, 居坎之中, 简之大者也, 刚见中正, 六二印之, 故得彭来共济大简, 然非彭之能来助我, 时有我之中道足为者简洁则, 故上下诸遥皆取解则于我而, 世家出五着事, 得无上福提, 为一切众生说难信法, 其真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者乌, 上六, 网见来朔吉, 历见大人, 相曰, 网见来朔, 智在内也, 历见大人, 以从贵也, 英容居显吉, 其客更有所望, 亦为来而返身修得则朔吉尔, 朔者, 十也, 大业, 吉之所以能识大者, 以历见九五大人物也, 君子求诸以, 故智在内则吉, 辅士长平莫如德, 顾立见未从贵, 此至天爵未贵, 非土引人绝也, 虚拔陀罗最后见佛的度, 其朔吉之未乎, 坎下阵上, 坎下阵上, 解历西南, 摩索网, 其来复吉, 有幽幽, 有幽幽, 宿吉, 世间之局, 未有九简智而不是散者, 方其欲解, 则贵刚柔相继, 故立西南, 及其季节, 则大局已定, 更何所亡, 为来富于常道而已, 舍有所亡, 皆当审之于早, 不审者亡, 凶且随之, 您的疾乎, 此如良将用兵, 致其归顺, 良衣用药, 致其病除, 观心修正, 致其复兴, 别无一把可取这也, 团约, 解, 现一动, 动而免呼险, 解, 解力西南, 往得众也, 其来复吉, 乃得众也, 有幽往宿吉, 往有工业, 天地解而雷雨作,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差, 解之时大已灾, 显在前则已知, 显在下, 则可动已免之, 此皆时结因缘之道, 不可可得而强也, 西南未坤, 故往则得众, 来赴东北, 不过于荣, 故乃得其中, 早见世纪, 早见世纪, 故往可有功, 如天地之雷雨作, 亦因素得其时, 故白果草木皆甲差儿, 观心侍者, 兼修禅定, 未立心难, 万行显发, 未往得众, 不舍正观, 名为来父, 正与法身, 未乃得忠, 有幽往而立身, 必须素能见机则疾, 说法不须, 未往有功, 信修融合, 未天地解, 悲体戒雷震, 树干物法语, 则是出世果, 三草二木, 各得以时生长熟托, 非佛菩萨何能用此解之实灾, 相曰, 雷雨作, 解, 居子已设过幼罪, 悟犯之过, 则直设之, 令其自心, 轻重诸罪, 亦宽幼之, 令得莫减, 佛法侍者, 即作法取向无生三种颤法, 令人决于出罪, 又观心事者, 即是端作念时相, 消灭重罪也, 出六, 无就, 相曰, 刚容之计, 亦无就也, 解则阴阳何以, 而以六居出, 上映九四, 适当奇迹, 故意无就, 九二, 填祸三无, 得荒世, 真吉, 相曰, 九二真吉, 得中道也, 以刚中而上映六五, 本字无可无疑, 六三不中不正, 亦欲称我, 相如三无, 我田列而过除之, 得与六五柔中相合, 此正而即者也, 皇位中色, 施欲之道, 得其中直之道, 故除以而应孤真意, 六三, 父切成, 至寇至, 真令, 相曰, 父切成, 亦可丑也, 自我智容, 又谁就也, 阴柔不忠不正, 自无应语, 上司赋四, 下欲成二, 不知其非道也, 事故二以为五而填之, 四以为五而解之, 五以为小人而退之, 上以为损而设之, 不亦致可修乌, 九四, 解而五, 彭治私福, 相曰, 解而五, 未当未也, 三在四下, 欲赴于四, 故四以三为五, 四为当未, 不如九二纲中, 故二自能田或三无以从五, 四必待二之志, 十姓母之以解也, 二与四皆羊泪, 故名为蓬, 六五, 居子为有解, 即, 有福于小人, 相曰, 居子有解, 小人退也, 五与二未正义, 而三且思成二, 则五不能无疑于二义, 赖九二之君子, 刚而得终, 绝门解去六三, 上从于我而及, 但观六三之退, 则信九二之有解义, 上六, 功用涉损于高雍之上, 或之, 无不利, 相曰, 功用涉损, 以解备也, 损高悲而善智, 以欲富且成之六三也, 当解之时, 人人乐为君子, 独六三费敏非智, 二虽甜之, 四虽解之, 以皆各有正义, 不同上六之在局外, 又养与殷勤必相得, 故或以为乎, 或以为乌, 不如上六之绝无情细, 只以为损, 且居挂中, 则功侯之谓也, 容而得正, 则藏气余生, 呆时而动者也, 故或之而无不利, 观星是六谣者, 六三己所致之或, 与五遥皆能智之法也, 初以有慧之定, 上亿九四有定之慧, 或不能累, 故五九, 九二以中道慧, 上亿六五中道之定, 而六三以世间小定享会, 臣其为正, 妾思乱之, 故必灭退苦于, 乃得终植正道, 六三以于是禅, 滋于是智, 其慢其见, 妄以佛祖, 故为正道之所对治, 九四有定之慧, 故为悟能致祸, 已被六三见慢所附, 且未达中道, 故必呆九二中道之慧, 使能解此体内之祸, 六五以中道定, 下应九二中道之慧, 慧能断祸, 则定乃气礼仪, 上六以出世正定, 对治是禅是智邪慢邪见, 故无不利, 对下更上, 损, 有福, 愿疾, 无久, 可真, 利有幽往, 何之用, 二鬼可用想, 难记解语, 相安于无事, 必将报名以奉君, 此事道之损也, 或计之以, 从此增道损身, 此官行严损也, 且以事道言之, 凡未上者, 必其劳而不愿, 欲而不贪, 真足以取信于民, 则虽损之而缘即无久, 则虽损之而缘即无久, 凡未下者, 必亦可真之事意上, 物贡云, 物贡云, 物开劳民伤财种种弊端, 则利有幽往, 盖下世上, 游人是天地鬼神祖宗也, 相以其成, 不以其物, 虽二诡辩可用想, 其以多物未尽灾, 关心者, 信佛界即九界, 故缘即无久, 知九界即佛界, 故不动九界而立往佛界, 不坏二弟而想于中道也, 团约, 顺顺下意上, 祈祷上行, 顺而有福, 愿即无久, 可真, 力有幽往, 何之用, 二鬼可用想, 二鬼应有时, 顺刚亦柔有时, 顺亦迎虚, 与时邪行, 下继未异, 上行为损, 此圣贤观于天下万事不异之道而立此名也, 上帝有福, 乃可损下而缘即无久, 下帝可真, 乃力有幽往引上, 虽二鬼亦可用想, 盖不过各论其时, 但会与时邪行而已, 项约, 山下有则, 损, 居子已成分治愈, 山下有则, 则山必日损, 居子已为无心之当损者莫若愤愈, 顾成分则如崔山, 至欲则如田鹤, 彼腹于平地而后已也, 出旧, 以事传往, 无久, 着损之, 项约, 以事传往, 上合至也, 出于四位正义, 以损我以义四者也, 四方以柔有吉, 故以以我之事, 而送往一之, 则得无久, 然以刚义柔, 但使斟酌得终可而, 物令过也, 以刚正而应柔正, 故往则何至, 九二, 力真, 真凶, 抚损一之, 项约, 九二力真, 终以为至也, 九二刚中而不过刚, 六五容中而不过容, 各守其真可矣, 又何须更枉一之, 以成过由不及之凶灾, 浮损而易, 其易乃大, 故无有过意以时同之规者, 六三, 三人行则损义人, 义人行则得其有, 项约, 义人行, 三则一夜, 六三语下二窑, 皆损下语义上者也, 除二人阳, 三语辩而未因, 三人行损义人义, 今已亦因上行而亦上酒, 在我故为国尔王家, 而上酒阳刚, 凡能以伏损之意义我, 不义得其有乎, 所以凡事于专一也, 六四, 损其极, 使船游行, 使船游行, 无酒, 相约, 损其极, 亦可行也, 因柔不忠, 即也, 出酒以船来遇我, 我但自出酒以自损其极, 则出游行而我无酒骨, 船指出酒, 六五, 或一知食鹏之归, 福克为, 愿吉, 相约, 六五愿吉, 自上右也, 柔中虚己以应久二, 九二守真, 福以有行之物一知, 故能使天下归心, 往不来亦以众宝也, 盖人均能虚心用贤, 择合于上天, 而自上右之意, 上酒, 福损一知, 无酒, 真吉, 利有幽往, 得成无家, 相约, 福损一知, 大德志也, 上酒受六三知一吉, 苟不有引报知, 三虽无怨, 人必不服, 安能无酒, 安能无酒, 安能真吉, 安能利有幽往, 然律异三, 正不必损我也, 盖三之为臣, 故所谓国耳王家者, 诞生见其依人独行之臣, 则大德其志, 而三以为的友谊, 是未服损一知, 正下训上, 亦, 利有幽往, 利涉大川, 损而有福, 则与时邪行, 可以致意, 此世间迎虚消息之理也, 增道损生, 则日静于自立立他之日, 此观心诚意也, 幽往以处长, 舍川以处变, 苟得其意之道, 则无不利, 担曰, 意, 损上意下, 明说无将, 自上下下, 祈祷大光, 利有幽往, 中正有庆, 利涉大川, 目道乃兴, 一动而续, 日静无将, 天师的身, 其意义无方, 凡义之道与时邪行, 中正, 至九五六二言之, 正须皆属目, 顾其道可舍穿, 天师, 顾坤得其出谣而畏正, 得身, 顾甘得其出谣而畏训, 然不止于正训而畏议, 而不止于正训而畏议, 举反坎离更对等, 无非天师的身之意, 顾其顾其页无方, 而与时邪行也, 一击全体乾坤, 全体太极, 全体异道, 其余六十三卦无不截然, 圣人不举异于, 令人自得之耳, 佛法侍者, 损佛界之上, 以亿久界之下, 损己利人, 顾明说无将, 本高基下, 顾自上下下, 而其道大光, 天行, 圣行, 名为中正, 犯行起于因病二行, 名为悟道乃行, 放光献瑞以动之, 四遍说法以训之, 开元解以显性得名为天师, 立元行以成修得名为地生, 种而守守而托, 帆帆四夕, 名为与时邪行, 项曰, 风雷义, 居子以见善则迁, 有过则改, 风以古之, 谦善之夙也, 雷以动之, 改过之永也, 陆庸陈约, 陆庸陈约, 风之路也最为, 顾遍善不疑, 欠获必踢, 雷之法也最序, 顾千无流流念, 改无停机, 出旧, 利用未大作, 愿即无久, 项曰, 愿即愿久, 下故后世也, 居欲之初, 受上义罪后者也, 以下未受此后义, 可安然我所适乎, 然刚正而为正主, 必能大作以至缘吉, 则无就已, 苏眉山曰, 义之初久, 笋之上久, 皆正受义者也, 彼自笋而专义我, 将以后则我也, 我必有以赛之, 顾损上久力有幽往, 亦出久力用大作, 然上之有味也其事意, 有功则其力费, 有罪则其则薄, 下之有味也其事难, 有功则力归于上, 有罪则先受其则, 顾缘吉而后无就, 以所居者非后世之地也, 六二, 获益之时彭之规, 福克为, 永真吉, 王用享于地吉, 项约, 获益之, 自外来也, 因柔中正, 以受久以阳刚中正之意, 慧我以心, 而不慧我以物, 故能使天下归心, 往不来亦我以众宝也, 未成则永真吉, 不可因天佑人助而义其心, 未王则用享于地吉, 自心心灵而其命为心, 项约, 自外来者, 明其非心所其, 以本无济公牟利之私故也, 六三, 义之用凶事, 无久, 有福忠行, 告公用归, 项约, 义用凶事, 故有之业, 不忠不正, 居下之上, 而受上久之吉, 其吉我也, 正所以亦我也, 知凶事之真能亦我, 则无就已, 未虽不忠, 而有福则未忠行, 可以告公用归, 公之上久, 归以通信, 信通则归人海公, 不取公之物亦我, 但取公之吉亦亦我而, 恒人每亦凶事未卑亦, 故圣人特明凶事之亦故有之, 能信凶之为亦, 则不凶义, 是指以身殉名, 岂非千国之相, 岂非忠行之道姑, 初遥祭受我义, 刚而得正, 有大公之心, 方将利用大作以报我, 我即以之为依可义, 由其志在义名, 故民皆以公心从之, 九五, 有福慧心, 悟问缘吉, 有福慧我得, 项曰, 有福慧心, 悟问之语, 慧我得, 大德志也, 阳刚中正, 应于六二, 真实以义下卫心者也, 慧之以心, 则慧而不废, 天下贤费其责, 其缘吉何必问哉, 故能感六二有真之吉, 大德其志, 而还报我以好得也, 上九, 莫义之, 或吉之, 立心悟痕, 凶, 项曰, 莫义之, 偏词也, 或吉之, 自外来也, 上九本义损义以一六三者也, 因六三不忠不正, 故不与其义而返及之, 三目得其凶事前垂之义, 然在上九, 其可恨以此利心哉, 以此利心, 则聚凡在下者, 皆亦莫义于我, 而莫及于我义, 故借以利心悟痕, 痕则利凶, 上九不忠不正, 不仁而在高位缘, 但思义我, 不料及我, 思义而不得意, 故曰偏词, 不料及而得及, 故曰自外来也, 周一禅解决第五, 周一禅解决第六, 北天目道人偶义秩序者, 下经之二, 甘下对上, 绝, 杨于亡听, 符号有利, 告自义, 不利及荣, 利有幽亡, 曰世道, 则明说无疆, 作响风乐, 而所行必诀, 曰佛法, 则顺己利他, 化功归己, 绝当尽断余祸, 正己果也, 夫世间, 其荣有阳而无阴, 有男而无女, 有君子而无小人, 然因居阳上, 女占男先, 小人距于君子之上, 则必将共觉去之, 必将至王庭以阳之, 必将相约相信而声明其罪以耗之, 凡此皆有利之道也, 无谓以反身修德而告自义, 不以以利争而即容, 但使以德网化, 则无不利, 佛法侍者, 体或法界, 即或诚挚, 明告自义, 敌对相处, 名为己荣, 断约, 绝, 绝也, 刚绝容也见而说, 绝而合, 阳于王庭, 柔成五刚也, 符号有令, 其为乃光也, 告自义, 不利即容, 所上乃穷也, 利有幽网, 刚长乃终也, 见而说, 绝而合, 正名应以德网, 不应以利争也, 只为则光, 上帝则穷利有幽广, 则以德网小人, 小人皆为君子, 而刚长乃终也, 相约, 则上于天, 绝, 居子以施禄即下, 居德则记, 禄一施, 得一居, 禄不施则恩枯, 得不居则本丧, 又以此施禄, 则积下而可以化人, 以此居德, 则自满而为人所记, 出旧, 壮于前置, 往不胜未旧, 相约, 不胜而往, 旧也, 众刚不忠, 不宜静, 而壮于静步, 屠字折耳, 何能胜灾, 久二, 替好, 末夜有荣, 戊序, 相约, 有荣戊序, 得中道也, 刚而得中, 知据知己, 居德记中, 则有荣可无患已, 久三, 壮于回, 有凶, 君子觉觉, 独行欲语, 若如有欲, 无就, 相约, 君子觉觉, 终无就也, 过刚不忠, 怒且信性燃现于其面, 太刚闭舌, 有凶道也, 君子于此, 何不自觉其觉, 舍上下四阳, 而独行其与上六阴之正理, 则已得相化, 阴阳相合, 树欲语而若如, 虽比群阳不知我心, 不量我今, 或有欲者, 然化小人之道病应如此, 终无就也, 焉觉觉者, 群阳以觉去小人未觉, 今无以觉不同比群阳未觉觉也, 九四, 囤无夫, 其行刺且, 千阳会亡, 闻言不信, 相曰, 其行刺且, 为不浪也, 闻言不信, 聪不明也, 九四以下摇, 为囤下摇, 唇刚无柔, 如有谷无夫, 囤记无夫, 行必刺且不前, 若让笔阳在前, 而随其后, 则阳仍属我所迁, 便可会亡, 但以刚不忠正, 闻此善言, 绝不相信也, 阳, 至上六, 为对之主, 四以千知, 不以觉知, 亦不以语之真前后也, 九五, 现路觉觉, 终行无就, 相曰, 终行无就, 终未光也, 上六柔翠如现, 而在五纲之上, 如现在路, 人人的践踏之, 结结, 彼独妃昆德乌, 彼独妃太极全体所成, 还具太极全体者乌, 事已觉比群羊所觉而不养之, 乃为忠行之道, 可无就耳, 然在绝时, 终不免以君子小人而其心, 未肯望于大同, 故约终未光也, 圣人于父, 则尊尊以保护为养, 于觉则尊尊以保护残阴, 阴阳岂可偏被栽, 上六, 五号, 中又凶, 相约, 五号之凶, 终不可长也, 下之五遥, 圣人所以劝戒群两者置疑, 以六居上, 虽得其震, 而阴柔才弱, 不能替好以自周辈, 故中不可长不若反呼下以为购而, 序下千上, 购于壮, 勿用取予, 约世道, 则觉之于义中者, 必将遇之于义外, 约佛法, 则觉断于或而上同诸佛者, 必巧用性恶而下遇众生, 又约究竟, 则觉是无间道, 构是解脱道, 约初心, 则觉是前惠, 构是理水也, 以无耗之意因乎反余下而得其所安, 是必见状, 故九二一包而有之, 不以使兵取之, 佛法试者, 在佛为信恶法门, 在众生不良, 则为修恶, 九二行菩萨道, 自可视同修恶, 不令于人作恶, 又解脱道, 依得有得, 名与状, 摩索取者, 名物用取语, 理水一耳, 团约, 苟, 欲也, 柔欲刚也, 物用取语, 不可语长也, 天地相遇, 品物贤张也, 刚欲中正, 天下大行也, 构知十亿大以灾, 不约刚欲柔而约柔欲刚者, 柔为正也, 佛法试者, 刚是信德, 柔是修德以修显性名柔欲刚, 刚是妙观, 柔是妙止, 从指齐观, 明容欲刚, 刚是智慧, 柔是禅定, 应定发会, 明容欲刚, 修本无家于性, 旨意不可偏甚, 定义不可偏多, 顾约不可语长也, 天地相遇, 天德的之初遥而未逊, 恼万物者莫及乎风, 其乎逊, 而万物皆其, 故约品物贤张也, 九二之纲, 下遇初六, 上遇九五之中正, 在世法中, 则为大臣的君与抚明, 在佛法中, 则为智慧称性以臣服, 故约天下大行也, 项约天下有风, 苟, 后义施命告四方, 包乎上者反乎下, 明知约父, 信德也, 官慧也, 不可及致用也, 故如雷在地中而后不审方, 绝乎上者反乎下, 明知约苟, 修德也, 指定也, 即刻以取笑也, 故如天下有风而后失告命, 负以见天德之心, 负以见识意之大, 负及甘之大事, 负及昆作成物, 负及今生, 负及欲政, 负及智强, 负及胜利, 而负如以亦因借小人事之, 不亦漏呼, 初六, 初六, 细于精明, 负及, 有幽往见凶, 雷使徒直逐, 相约, 细于精明, 柔道千也, 无君子莫智也人, 无也人莫养君子, 此事法之必应互相系数者也, 无性不能起修, 无修不能显性, 非智不禅, 非禅不智, 此佛法之必应互相系数者也, 亦因使身余下, 得九二经已已系之, 此真吉之道也, 不系则有幽往, 往则见凶, 如雷使必能执逐, 由不早未掉欲故耳, 柔道已与刚德相迁, 则互相与有成语, 九二, 包幼于, 乌久, 不利兵, 相约, 包幼于, 义不及兵也, 休闲性, 则性有修, 定发慧, 则慧有定, 性修交成, 定慧平等, 无久之道也, 但可内置正知, 岂可举四他人, 是法一耳, 无名无子, 岂可令他人分至哉, 九三, 九三, 屯无夫, 其行刺且, 立, 无大九, 相约, 其行刺且, 行为千叶, 二进于初, 顾包幼于, 顾包幼于, 三远于初, 顾屯无夫, 无夫则行必赐且, 然虽, 然虽利而无大救者, 已与初六同居训体, 但行为女柔道相牵合耳, 九四, 方其高谈理性, 正乘皇会, 不知其为凶, 灵命忠实, 地狱相限, 则会魔所及, 由包中无余, 起水而后知之, 九五, 亦起几家四包瓜, 韩章, 有云自天, 项约, 九五韩章, 中正也, 有云自天, 至不舍命也, 供其之软而长, 以此包瓜, 则其慢交信而不可解, 此九二与初六相遇之相也, 九五未够之主, 乃高居于上, 远不相及, 但以刚见中正, 则信得九薰成种, 将御发患, 故名寒章, 由其智不舍命, 不肯自暴自弃, 故初六岁不相遇, 必有自天与罪以遇我者, 发得本有, 名为自天, 无心弃合, 名为有余, 又久二如大臣, 能有出六之名, 与名固结, 九五如圣君, 能用九二之贤成, 故名寒章, 既有九二, 则并九二所欲出六之名而有之语, 名与之, 即天与之, 故云有云自天, 尚九, 构其将, 令, 无九, 相约, 构其将, 尚穷令也, 居构之中, 不予柔欲, 名构其将, 此如二圣偏真空慧, 但免无余之凶, 不无焦牙败种之令也, 昆夏对上, 翠, 哼, 云甲有妙, 立见大人, 哼, 立真, 用大升级, 立有幽望, 相遇则相聚, 是出世之常也, 据安永不亨者灾, 幽明之情粹, 故有妙可假, 上下之情粹, 故大乱可见, 用大升以假有妙, 立幽望以见大人, 皆顺乎实义之所当然, 所谓真也, 团约, 翠, 聚也, 顺义说, 刚中而应, 故聚也, 王甲有妙, 至孝想也, 立见大人哼, 聚以正也, 用大升级, 立有幽望, 顺天令也, 观其所聚, 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于, 同一致孝想而, 有时云二鬼可用, 有时云遵久鬼二, 今则云用大升级, 同一见大人儿, 有时云不利射穿, 有时云往简来说, 今则云利有幽往, 夫其有私意于其间灾, 以简则简, 以风则风, 可往则往, 可来则来, 皆所已顺天令而观顾情而, 相曰, 则上余地, 翠, 居子已除戒气戒不渝, 阳子无约, 则所以能诸水而高尚余地者, 亦有防也, 名所以的安居而聚者, 不可无无辜备也, 除智容器, 戒备不渝, 皆大义之道也, 偶义子曰, 曰佛法, 则疲疑内境, 曰观心, 则密咒至习, 初六, 有福不忠, 乃乱乃脆, 若好, 以卧未孝, 戊序, 往无久, 相曰, 乃乱乃脆, 其治乱也, 当脆之时, 未有不治于脆者也, 二阳未受脆之主, 而四阴脆之, 初语四味正义, 本可信也, 不忠不正, 故不能终其信, 而乃乱乃脆焉, 乃乱不若好, 乃脆故以卧未孝, 言其好孝夹杂而未以卧也, 然即是正义, 何所依序, 不若往从未无就而, 治乱不好笑加达, 名相应之理未常乱也, 六二, 隐吉无就福乃力用悦, 相曰, 隐吉无就, 中未遍也, 柔顺中正, 上应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本无可疑者也, 乃出六与六三皆往翠与九四, 我居二者之间, 舍不自饮而出, 何以取信于九五乎, 苟饮出而得其信, 则不必用大声, 而用悦亦利益, 舍二婴儿独从所义, 故如用悦, 其物甚薄, 但由二有忠德, 故不便所受以随两婴儿, 六三, 翠如皆如, 无忧力, 往无就, 想力, 向曰, 往无就, 上训也, 上无应语, 至欲翠而无从, 故皆如而我所力, 然当翠之时, 往从九四, 亦可无就, 但非正应故得小令, 而九四则遜以受之语, 九四, 大吉无就, 向曰, 大吉无就, 未无荡也, 当翠之时, 出六应之, 六三归之, 不己以臣以君乌, 故必大吉乃得无就, 如一以周沟之中进城道可也, 九五, 翠有味, 无就, 匪福, 愿永真, 会王, 向曰, 翠有味, 智味光也, 阳刚中正, 以天味而受翠者也, 然为二时应之, 上时复之, 而出于三以翠于九四以, 尽可无就, 若能望无畏已认九四, 听彼二应之匪福我, 而原翠于四者永真福改, 则九四祭为无成, 二应何亦非无名也, 故得为王, 射弹是其卫以为翠, 则智为光以, 上六, 吉兹涕涕, 五九, 向曰, 吉兹涕涕, 为安上也, 以阴居阴, 而在上位, 心不自安, 故吉兹涕涕, 以赴月于九五, 得无就也, 绪下昏上, 生, 缘亨, 用剑大人物绪, 难真及, 气聚而上身, 如木之身余地, 缘亨可之也, 绪顺非果于有位者, 故劝你用剑大人物绪, 万物其乎绪, 而相见乌铃, 故难真则即, 欲其向民以行至也, 团约, 容以时生, 训而顺, 刚中而应, 事已大亨, 用剑大人物绪, 有庆也, 难真及, 至行也, 绪顾本荣, 故必以时而生, 木之生物必及土, 土亦以生物为公, 经九二刚中而应六物, 盖故为木之志, 亦是土之志也, 项约, 地中生物, 身, 君子已顺德, 积巧亦高大, 道体本无大小, 而君子之积德也, 顺而治之, 必有小义高大, 譬如荷豹之木始于为王, 但不可, 骗心浩哥, 罚, 亦不可助长而, 初六, 愈身大吉, 项约, 愈身大吉, 上何至也, 未婿之主, 上与二阳何至, 故性能生而大吉也, 九二, 福乃利用悦, 五九, 项约, 九二之福, 游喜也, 身九二之求福于六五, 以各不得其政, 非如翠六二之福于九五也, 但翠之六二, 以两灵统之, 而不同志, 故中虽未辨, 而须已及, 今生之九二, 以两灵一至, 而至相何, 故不为五九, 而且游喜, 九三, 身虚欲, 项约, 身虚欲, 磨索一叶, 以尖刚之墓, 上身于柔顺之土, 何以祖哉, 六四, 王用亨于其山, 即, 顺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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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之身也为物, 昆之身也为山, 而人之身也为亨于天地山穿鬼神, 其事不同, 其所以为顺义也, 方木之身于地, 人但已为木刻土耳, 不知木生即是地生, 以离地四为, 别无木四为故, 如太望之去兵而亦于其, 人但已为王弃兵而, 不知亦其即是亦兵, 以非舍兵人而别辅其人物, 六五, 珍疾身皆, 项约, 珍疾身皆, 大德志也, 朝有君子, 则圣王之志德, 游得有侨母, 则臣圆圆, 故地位有故隐身物为志者也, 九二纲中, 而五应之, 此名语已可生之道, 游圣王之舍皆已生君子, 但恐其已因居养, 不能见九二之福, 故特已真戒之, 欲其真于九二也, 上六, 名声, 利于不习之真, 项约, 名声在上, 消不复也, 身至于名, 可以习, 而有不习之真, 则以名而义生, 此所谓天诀也, 修其天诀, 则匹夫不畏贤, 则匹夫不畏贤, 而不腹可消无, 砍下对上, 困, 哼, 真大人即无咎, 有言不信, 身而不已避困, 此淫须消息之常也, 困心恒律, 困心恒律, 实所以致亨, 然不以正道持之, 不以大人处之, 何能即无救灾, 设无功行使得, 而但有空言, 绝不足以取信义, 团约, 困, 刚厌也, 现已说, 困而不失其所亨, 其为君子乎, 真大人即, 以刚中也, 有言不信, 上口乃穷也, 砍刚在下, 而未对柔所也, 刚记备也, 水漏则哭, 困之向也, 触险而说, 速患难行乎患难, 顿世无闷, 不改其乐, 非君子其熟能知, 九二九五, 皆以刚而得中, 此大人之真, 及之道也, 苟不守此真, 而图上口, 世俗已取穷而移, 项约, 则无水, 困, 居子已致命碎至, 水在则下, 则中无水, 枯搞穷困, 此已定之命也, 居子致之而移, 其容作义而不顺受, 刚中不处显能说, 此在我之志也, 居子则心碎之, 其因颠配而或稍微, 初六, 屯困于诸物, 入于幽谷, 三岁不敌, 项约, 入于幽谷, 幽不明也, 六摇接触困者也, 为刚中大人能不失其所亨, 初六居下, 屯之相也, 上映九四之珠目, 正荡混时, 不能相避, 而阴居显出, 则如入于幽谷, 三岁不能相见你, 九二, 困于九十, 诸福方来, 利用亨四, 真凶, 五九, 项约, 困于九十, 终又庆也, 当困之时, 能以刚中自养, 故名困于九十, 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必将以诸福福西我, 使我同济时困, 我但当默然以诚应之, 如亨四然, 若具枉则并有凶, 而志在旧时, 仁无旧也, 忠有庆极是真大乱极, 此如意饮旧汤, 福, 并兮业, 六三, 困于时, 聚于极离, 入于其宫, 不见其妻, 凶, 相约, 聚于极离, 成纲夜, 入于其宫, 不见其妻, 不祥夜, 阴柔不忠不正, 居于二阳之间, 四如时, 二如吉林, 上六故与相应, 故入其宫而不见其妻, 犹无真强之德, 所以自取其胸, 九四, 来徐徐, 困于经车, 令, 有忠, 相约, 来徐徐, 志在下也, 虽不荡位, 有余也, 夫处困而亨, 非刚中者不能也, 九四正在困时, 由不能忘情于初六, 而来徐徐, 既志在初六, 其唯不与九二合得, 反困于九二之经车而令, 然九二纲中, 必能与我同济时困, 不因我不当位而遂弃我, 故可有终, 九五, 一月, 困于赤福, 乃徐徐说, 利用祭祀, 相约, 一月, 智慧得也, 乃徐有说, 以终止也, 利用祭祀, 受福也, 九五阳刚中正, 居于尊位, 是天下如一生者也, 上六困于阁类, 如一我之笔, 出六困于诸墓, 如月我之足, 我方赖九二同行既困, 犹如赤福, 而比方困于九十, 则是我困于赤福也, 然九二中之, 必须因我而有悦, 我当结成已改之, 如祭四然, 树可以受福以, 上六, 困于阁类, 与涅溃, 约动毁有慧, 真吉, 相约, 困于阁类, 未当也, 动毁有慧, 即行也, 处困之吉, 可以动而行义, 阴柔才弱, 一律未当, 由千禅而顾自安, 拒其动而有慧, 而美自退悔也, 顾圣人只以真及觉知, 许下坎上, 敬, 改意不改静, 无丧无德, 往来静静, 弃智, 异未欲静, 雷其平, 凶, 敷敬者, 拒其所而迁者也, 知景之居所而迁, 则知困之穷而通义, 故次困而明景, 亦可改, 景不可改, 可改则有丧有德, 既不可改, 何丧何德, 实水者往, 未实者来, 人又往来, 景何往来, 下坪将即与水曰弃智, 得水收神未静曰未欲静, 欲静则有功, 未欲雷其平则凶, 此皆仁之得丧, 非景之得丧也, 知景无得丧, 则知信得六而常及, 知人有得丧, 则知修得及而常留, 故曰景得之力也, 又曰景以便义, 团曰, 去污水而上水, 景, 景仰而不穷也, 改意不改景, 乃玉刚中也, 气智亦未欲静, 未有功也, 雷其平, 事已凶也, 水轮寒地, 故凿地者无不得水, 欲如来藏性据一切因介入等, 顾观音介入者无不得物藏性, 但贵以妙止观力深入而显发之, 藏性亦显, 自养养他更无穷尽也, 困知真大乱疾, 约以刚中, 经改意不改景, 亦约乃以刚中, 困四专止修得, 其实发明全修在性, 今四专止性得, 其实要人全性起修, 故随名为有功而雷平则凶, 其重修得圣语, 项曰, 墓上有水, 井, 君子以劳民劝向, 夫丹水贵人, 则所急者挂, 早井任吉, 则所润者多, 丹水者有作善, 早井者无作善也, 君子之位老愚民也则劝其焦香味养焉, 故养而不穷, 初六, 静音不识, 就静无情, 向约, 静音不识, 下也, 就静无情, 实舍也, 静之六谣, 静之六谣, 三音未尽, 三阳未全, 出居最下, 故相如迷, 不为人不识之, 情音不顾之语, 礼吉佛也, 九二, 紧固射附, 问必漏, 向约, 紧固射附, 无语也, 在下之中, 故未紧固, 有权可以射附, 而尚无应语, 如问记必漏, 不能相及也, 愚之至晓者名父, 盖子初六, 此事名字即佛, 保有文虚, 未尘法器, 九三, 锦械不实, 为我心策, 可用疾, 亡民, 并受祈福, 项约, 锦械不实, 行策也, 求亡民, 受福也, 以阳居阳, 齐全结语, 游居下挂, 不为人识, 事可策也, 上六应之, 故可用疾, 盖王济民而用贤, 则贤者之福非只独受而语, 此事观行即佛, 原福五住不谨谢, 为正理水雾不实, 以求诸佛加倍, 则可自立立他也。 六四, 谨咒无咎, 向约, 谨咒无咎, 修尽也, 咒者, 以瓦石包弃其报, 所以欲污而结全者也, 故约修尽, 此事相似即佛, 从私会入修会, 欲二边之屋, 而结中道之全, 九五, 锦列寒全时, 向约, 寒全之时, 中正也, 阳刚中正, 全知至节而凌然者也, 攻击于物, 故得时之, 此事奔正即佛, 中道理税, 自立立也, 上六, 锦收物物, 有福愿吉, 向约, 愿吉在上, 大臣也, 以阴居上, 如锦之收, 收, 及锦兰, 长漏之而物物, 众皆吉之而所养如穷义, 此事就尽即佛, 功德满足, 敬畏来寄恒论众生, 离下对上, 隔, 以日乃福, 愿亨力争, 会亡, 夫意改而景不改者, 言其处也, 敬就, 则无情而异, 可福格乎, 学者以变化细致未先, 有果之断经也, 方其虾也, 金碧苦之, 即虾尘气, 而后性果之功也, 此格之道, 及乾坤之道, 大亨以正者也, 畏性不有悔, 以夫则毁亡语, 团约, 格, 谁或相习, 二女同居, 其智不相得, 约格, 以日乃福, 格而信之, 文明已说, 大亨以正, 格而当, 其毁乃亡, 天地格而四十成, 汤无革命, 顺乎天而应乌人, 格之时大以灾, 格而信之, 名为格责人不信也, 格而当, 乃使人性, 其毁乃亡, 名不当则毁不亡也, 虚如天地之格时, 汤无之革命, 方可取信于人儿, 格何容易, 项约, 则终有火, 格, 居子以智力明时, 时无时法, 依于色心分为假力, 心无形象, 依色表见, 色有共相即不共相, 共相之在上者为日月星, 素百加西安人, 因日月星, 素百加西安人, 周行于天, 据其所立之度, 以明春夏秋冬之时, 春则万物皆春, 乃至冬则万物皆冬, 顾知时为新限, 无在而我所不在, 犹如火性无我, 亦无在而我所不在, 虽则终亦自有之, 比大海中火光长起, 及其燕也, 出旧, 拱用黄牛之格, 相约, 拱用黄牛, 不可以有味也, 离味能格, 对味所格, 而出酒居下, 尚无应语, 此不可以有味者也, 但用黄牛之格以自巩固可耳, 六二, 以日乃格之, 真即无久, 相约, 相约, 以日格之, 行有家业, 因柔中正, 为名之主, 得格物之全能者也, 隔壁以日乃福, 而上映九五, 是其家配, 顾真吉而无久, 九三, 真凶真利, 隔眼三九, 有福, 相约, 隔眼三九, 又贺之语, 过纲不忠, 过纲不忠, 而应上柳, 上柳阴柔的阵, 乃君子而如文报者也, 何荣更以刚造格之, 真则必凶, 虽得其真, 义人为力, 但可自格以相顺从, 其言至于三九, 书亦可以取信也, 九四, 会亡, 有福改命吉, 相约, 改命之吉, 信至也, 对经之之, 本呆下已成器, 而九四无应余下, 则无肯成我者, 会可之也, 但刚而不过, 又负尽于离体之上, 其智可信, 故悔王而有福, 可以改其所病之定命, 而日静于自立立他之欲语, 九五, 大人不辩, 为战有福, 相约, 大人不辩, 其吻并也, 以阳刚中正之大人, 又得六二一容中正之印以辅助之, 故如虎之神辩, 并呼有温, 不代战而足以取信于天下也, 上柳, 居子抱便, 小人革面, 真凶, 居真吉, 项约, 居子抱便, 其文位也, 小人革面, 顺以从君也, 抱一生而有文者也, 但呆时而变现而, 九三刚造小人, 既见其变, 一格言三就已相顺从, 染紧革面, 未始革心, 居子正不必申求也, 若欲令心革而往真之, 未免得凶, 为居真以莫化之则吉, 训下离上, 顶, 愿吉亨, 格物者莫若顶, 此桃贤助圣亨佛练组织器也, 安得不原吉而亨栽, 团约, 顶, 向也, 以目训火, 亨认也, 圣人亨已想上帝, 而大亨已养圣贤, 训而耳目聪明, 柔敬而上行, 得忠而应乌刚, 事以缘亨, 出英未足, 二三四阳未复, 五阴未耳, 上阳未炫, 非顶相呼, 以目训火而亨润, 非顶用呼, 物为顶之道小, 圣人亨已想上帝, 义此顶耳, 即大亨已养天下圣贤, 义此顶耳, 何必离世别求理灾, 且已挂得言之, 内则迅顺, 外则离而耳目聪明, 六五以柔为明之主, 敬而上行, 得忠为而应久二之纲, 此其非圣贤佛祖自逃自住自通自恋之道, 其缘亨也予以, 相约, 目上有过, 定, 君子以正位明明, 定者, 国之重宝, 君位之所济也, 得其道以正其位, 则命可宁, 得不称位, 则命去而顶随去予, 约向明之, 得如目, 命如火, 有目则有火, 目镜则火王, 有得以正其位则命宁, 得王则命王, 故约为命不渝长也, 出六, 顶颠指, 立出讽, 得妾以其子, 乌久, 相约, 顶颠指, 未备也, 立出讽, 以从跪也, 出位顶指, 应似顾颠, 然及其位碰物而颠知, 就机否恶从此可出疑, 颠指如得窃, 出讽如得子, 穆义子贵, 应其子而知的切之未备, 应出讽而知边指之有功也, 九二, 定有时, 我愁有疾, 不我能疾, 疾, 项约, 定有时, 圣所之也, 我愁有疾, 终无有也, 二纲顶顶腹之下分, 阳纲顾位有时, 上一黄耳金炫之六五, 能顾守之, 出虽颠指而有疾, 中不害己我也, 然在二, 则宜盛所之以, 九三, 定而额, 其行赛, 至高不实, 方语窥悔, 中极, 项约, 定而额, 失其一也, 三当顶腹之中分, 其时与美, 有至高可实义, 尚无应语, 如顶方隔耳而不可行者焉, 赖六五容中之黄耳, 冠上九缸而不过之欲炫, 方将举二以及三, 如阴阳之和而得语, 则可以窥毁而终即矣, 怀道而不思致用, 故失其意, 有所云不适无意, 积之始即时行道也, 九四, 定哲足, 复公, 幽, 文家术, 其行卧, 凶, 相约, 复公宿, 信如何也, 四当顶腹之上分, 其时即满, 而下印出六, 则不胜其重, 足云者已, 行貌能无乃汉乎, 使也不自知其得薄, 知晓立想, 望具尊位, 而蒙大任重, 今一旦不胜其任, 此其所自信者未如何也, 六五, 定皇尔精炫, 力真, 相约, 定皇尔, 终以为时也, 无畏顶耳, 而有忠德, 故其色光, 已须受时, 故畏精炫, 炫及纸上酒也, 以炫观耳, 一耳俱定, 静天下圣贤而养之, 岂非圣人大亨之正道功, 然六五字本无时, 特下印九二之刚中以之为时, 即以此而养天下, 所谓为天下的人者而, 上酒, 定玉炫, 大吉如不利, 相约, 玉炫在上, 刚容皆也, 尚未领炫, 自六五官之, 则如金之刚, 自其刚而不过之得言之, 则如玉之润矣, 金玉猛火则容, 玉非火所能坏, 依此举定, 故大吉如不利也, 正下正上, 正, 哼, 正来细细, 笑颜哑哑, 正经百里, 不丧比畅, 主重弃者莫若长子, 长子未有部分动已出者也, 顾正则并哼, 染其哼也, 必有道已至之, 方其出动而来, 细细呼, 如银虎之周环顾律, 人不失其何, 而笑颜雅雅, 夫为存于己者即言且何, 以此守重弃而为记住, 纵欲正经百里之大便, 能布丧其比畅你, 佛法逝者, 一念出动, 即以四性四孕而推解之, 名为细细, 知其无性无身, 名为笑颜雅雅, 烦恼业性种种模式横发, 名为正经百里, 布施定会方便, 名为布丧比畅也, 团约, 正, 哼, 正来细细, 恐制服也, 笑颜雅雅, 后有则也, 正经百里, 经远而聚而也, 初可以守宗调社稷, 以为记住也, 恐惧乃能制服, 福不可以性妖, 所谓生于幽幻也, 雅雅亦非放异, 人布施其法则也, 为其养之有素如此, 故虽当今远聚而知便, 人皆退病, 而天能出此凝定之神已当之, 可以守宗调社稷而为记住也, 为记住, 即是布丧比畅助讲, 相曰, 剑雷正, 居子以恐惧修审, 居子不忧不拒, 其次雷剑正而后恐惧修审呆, 恐惧修审, 正指平日不读不闻证读功夫, 平日功夫能使擅长恶消, 犹如剑雷能使阳书因散也, 为其恐惧修审万于平日, 故虽欲剑雷, 亦父不忧不拒语, 问曰, 孔子迅雷封列必变, 赋云合通, 答曰, 此事与天地合得, 辩则同辩, 亦非幽惧, 初九, 正来细细, 后笑颜雅雅, 即, 相曰, 正来细细, 孔志福也, 孝颜雅雅, 后有择也, 六瑶皆明恐惧修审之道, 而得有幽烈, 未有当风, 顾及凶分焉, 初九刚正, 未正之主, 主气莫若长子, 即可之语, 六二, 正来细, 亦丧辈, 基于九陵, 物竹, 七日得, 相曰, 正来细, 成刚也, 六二成出九之刚, 盖, 盖言淡切磋之味有也, 借此生自体力, 以正刷我英柔陌弱之席, 举于平日所谓中正纯善多种宝贝尽丧不顾, 直击于甘剑高明之九陵, 物更留意求逐, 燃至于七日, 负其顾位, 则中正纯善之德仍在义, 六三, 正苏苏, 正行无审, 相曰, 正苏苏, 未不当也, 三远于初, 初之所以经发我者, 苏苏而不牵引, 三当自以正行, 物应远于未有, 而换其恐惧修神之功, 则无审也, 九四, 正遂命, 相曰, 正遂命, 未光也, 九四亿正主也, 以阳居音, 复现四音之间, 虽似见智, 遂施其威而入泥, 其能如细细雅雅之有光灾, 六五, 正往来立, 亦无丧有事, 相曰, 正往来立, 为行也, 其事在终, 大无丧也, 正六二者为初九, 故带云来立, 正六五者, 则出九与九四也, 出正寄往, 四正赋来, 五的借此以自替力, 令所行日尽于高明, 故约为行, 有所云方有道为言为行也, 以六居五, 不过于荣, 又得忠道, 故其得胜多, 而毫无所丧, 但有恐惧修审之事而, 上流, 正所所, 是绝绝, 真凶, 正不于其功, 于其灵, 无就, 昏够有焉, 相曰, 正所所, 中未得也, 虽凶无就, 为您戒也, 出九之纲, 故部族以己我, 九四正义岁命, 身以所所无于微语, 而阴柔弱极, 方且是决绝而黄过无措, 以此真往, 则忠心无主, 身以先乱, 胸壳之也, 燃正既不及其身, 至即其灵, 即因正灵而恐惧修审, 亦可无就, 但或未至而先防, 乃明者宝身之道, 躺欲昏够伤之, 必反以为欲而有言语, 君子可福自免呼, 更下更上, 更其悲, 不获其身, 行其停, 不见其人, 无就, 浮动于智, 虽是相对待法, 亦是相连属法, 又是无实性法, 究竟是无二体法也, 不动约止, 不止约动, 此约相对待延也, 应动有止, 应止有动, 此约相连属延也, 止其动则未进, 止其进则未动, 动其止则未动, 动其动则未止, 此约无实性延也, 止即是动, 顾及记横改, 动即是止, 顾及改恒记, 此约无二体延也, 止动止无二体者, 时刻欲言止意, 夫人之一生, 无官备于面, 而五藏丝之, 五藏居于腹, 而一辈戏之, 然玄黄诸子成于前, 则芬然清起, 若成于辈, 则魂然往之, 故事人皆以备为止也, 然备之止也, 纵令五官敬物于情欲, 而人自济然, 歹情之动也, 纵父以备原我所分别, 而必尽随往, 故以面从背, 则被止而面亦随之, 以背从面, 则面行而被亦随行, 就尽面之以背, 愿非二体, 不可两判, 经此挂上下皆根, 止而又止, 是更其背者也, 更被何以能无救灾, 是必不获其身, 行其听不见其人, 思无就耳, 身份非实, 特以情欲固知, 望见有声, 经向尽时观察, 其中间者属地, 论者属水, 宣者属火, 动者属风, 眼耳逼蛇意其用, 四只投足意其名, 三百六十古节, 八万四千豪巧, 毕竟已何谓生, 生寂了不可得, 即使力设万变, 又岂有人相可得哉, 故行其听而亦不见其人, 此则止不爱心, 即行恒止, 故无就也, 断约, 断约, 至也, 失智则智, 失行则心, 动静不失其时, 其道光明, 更其止, 至其所也, 上下云影, 不相云也, 事已不获其身, 行其听不见其人, 无就也, 至其行而未尽, 至其指而未动, 动静已时, 无非妙止, 故其道光明也, 只非面强之指, 所非处所之所, 特意法法本不相知, 法法本不相道, 由此卦之上下云影而不相云, 事已密深了不可得, 虽行其听, 而亦乐无人相可见, 何于光明之道而无获也, 相曰, 尖山梗, 居子已私不出其位, 两山并至, 各安其位者也, 事故草木生之, 禽寿居之, 宝藏心焉, 畏畏如非法界故也, 居子于此非不思也, 知离此现前置位, 别无一法可得, 故思不出其位, 不出位而恒思, 则非苦搞静虐, 思而不出其位, 则非持足分云, 恒思则能尽其位之用, 故一切悬甘转婚事业, 无不从此法界流, 不出则能称其位之量, 故一切为天欲物功能, 无不还归此法界, 出六, 出六, 更其致, 无就, 利永真, 向曰, 更其致, 未失正也, 居更之下, 其位未止, 指之于出, 不另弥于所欲望, 思故未失正而无就已, 然必利于永真, 实志则智, 实行则心, 乃或敦更知己而, 六二, 更其肥, 不正其随, 其心不快, 向曰, 不正其随, 未退听也, 至也, 非也, 故也, 皆随心而未行止者也, 染止无力, 不能自专, 又正行使止原自止, 经六二其位未卑, 而以因居因, 当更之时, 力能专止而不随心动, 故约不整其随, 此非动静不失其时之道, 盖由未肯迁退, 而听令于天君, 故令其心不快, 九三, 更其限, 列其盈, 力虚心, 向曰, 更其限, 为虚心也, 三位在现, 而以刚居刚, 为更知主, 择妖昏应职, 不可屈身者也, 夫上下本自相连, 犹如映然, 经分裂而互相细数, 其为力不易虚心以乎, 六四, 更其身, 五九, 向曰, 更其身, 止诸功业, 四位在于胸腹, 担云更其背, 而此之云更其身, 身指责背不带言语, 夫千千万谋皆由生起, 精英柔的证, 能指诸功, 何就之佑, 杨归山曰, 谣言身向严功者, 身为身, 驱为功, 驱身在我不在物, 兼谣语相, 是驱身兼用你, 六五, 更其福, 言有序, 慧望, 向曰, 更其福, 以终正也, 五位在心, 心之身有福以轩, 而以阴居养, 又复得终, 能于颜味出口前预定其痕, 故言无忘发, 发必有序, 而口过中可免, 上酒, 敦更, 急, 向曰, 敦更之急, 以后终也, 为更之主, 居挂之中, 可谓止于至善, 摩索不用其己者义, 信德本厚, 而修得能称信父之, 故约以后终也, 正为常男, 故举甘之全体待用而信于其出, 更为少男, 故举甘之全体待用而敦于其上, 亦时亦终, 知己仁守之功悲, 非动非净之体负义, 更下训上, 简, 女归吉, 力真, 夫敦更即非面强, 则指而不施其行之时矣, 行之以训, 故名曰剑, 居子将至身已有位, 必如女之规夫, 始终以礼而非苟合, 乃得吉儿, 苟不力争, 则造尽雾足取辱, 虽见尽一起能证人哉, 佛法侍者, 理则顿悟, 成悟并消, 如正系而更顿, 是非顿除, 因此地静, 如与归而渐静, 又此地禅门明之为语, 即是禅而达实相明之为归, 以缘解辩修世禅明之为真, 团约, 见知敬也, 女归吉也, 敬得位, 往右供业, 敬以正, 可以正方业, 其位, 刚得中业, 止而逊, 动不穷业, 敬有顿见, 精明以见而敬, 固如女归则即也, 得位则往右供, 躺敬不得位, 则不可往明以, 以正则可正方, 躺敬不以正, 则不能正方明以, 然此卦何以为敬得位, 则有九五纲的中业, 何以为往有功, 则有止而逊故动不穷而, 指者动之源, 涉无止凭, 则以动即穷, 如勾快音与赞音, 可历待其何也, 相约, 山上有墓, 剑, 君子以君贤得善俗, 墓在山上, 以剑而长, 观者不觉, 君子君得以赴如是, 山佑桥木, 则山一高, 俗有君贤得之君主, 则俗一善, 初六, 弘见于女, 小福利, 有言, 无就, 相约, 小福之利, 亦无就也, 红绝山曰, 剑何以向红也, 红, 水鸟, 目落难降, 兵盼北俗, 出则有时, 居则有序, 苏眉山曰, 红, 羊鸟儿水居, 在水则营的路未安, 在目则营得水未乐者也, 出六阴遥, 如红在水, 尚无应语, 故未见于水牙, 愚人则未小字, 正宜甘甘涕力, 且已有言以求人知切搓足吗, 如红在干, 而哀鸣密败, 乃无就也, 无应本已有救, 已当见出, 而能自立, 则其亦可无就已, 六二, 红见于盘, 饮食看看, 即, 相曰, 饮食看看, 不肃宝也, 二应再睡, 而应久五, 则如箭于磐石, 饮酌皆和乐饮, 养道已呆时, 其无事而食灾, 九三, 红见于磊, 夫真不负, 妇孕不欲, 凶, 利御寇, 相曰, 夫真不负, 离取丑也, 妇孕不欲, 失其道也, 利用御寇, 顺香宝也, 九三阳阳, 如红在户, 尚无应语, 则无水语, 红不乱配, 而六四亦无应语, 与三相邻, 舍三针而从四, 则为迷红群而可丑, 舍四辅而救三, 则为师其道而虽孕亦不敢欲, 胸可之矣, 夫妃配而私相未配, 以礼言之则寇也, 三若守正而欲之, 则在我既无离群之丑, 在四亦无师道之凶, 乃可顺香宝而, 六四, 红见于目, 获得其绝, 五九, 相约, 获得其绝, 顺以训也, 四亦在水, 而成九三之纲, 不足安生, 如见于目, 非红之所能欺, 以红之指连, 不能握目顾也, 获得其恒而且大有如绝者, 树姬可以无久, 义指上父九五言之, 盖以因居因则顺, 未训之主则训, 故可记其无就而, 九五, 红见于灵, 负三岁不遇, 终末之圣, 即, 相约, 终末之圣即, 得所愿也, 五本在物, 而居尊位, 则如高灵, 下印六二之父, 方以时看看以字养, 非九三之所能污, 故三岁不遇中莫之圣而即也, 圣王得明是之臣, 满其梦补求贤本愿, 不亦快呼, 上九, 红见于路, 其语可用未移, 即, 相约, 其语可用未移即, 不可乱也, 上亦在路者也, 但九三岁目落南祥之路, 入于人中, 故凶, 上九位兵叛匪归之路, 超于天外, 故吉, 所谓红非明明, 义者何物, 但可远望其语, 用为高人达士之语则耳, 又返红非之时, 成佩者以赐在后, 孤儿无履者独在于前, 经上九超然物外, 下无应语, 如世间一夫, 智不可乱, 故吉也, 以语未语, 择其为用也大义, 故约圣人百世之诗, 对下正上, 闺媚, 真凶, 无忧力, 封建而尽者, 未有不归其所者也, 以少女而归长男, 过已相遇, 亦记得其所归, 然亦归则当终身守之, 若更他往则凶, 又涉以少女用事善权, 则磨所力, 佛法适者, 修赐地禅, 盖涉世间适定而归佛法正会者也, 躺之用此适定而涉化仪, 则必堕于爱见之网而凶, 若担者此定, 则于偏权取尽而我所力也, 断约归替天地之大意也, 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 归魅人之中始也, 说一动, 所归魅也, 真凶, 魏不当也, 无忧力, 柔成刚也, 如人有正配而顾欲, 则必取少女以律子, 此意天地之大意, 以立国君用名士为改夫, 不妨用小财小得位百官, 关心用妙定和妙会, 不妨用赐地诸禅住神通, 设使天地不交, 则万物不兴, 故归魅者, 乃人道之以终而成使者也, 夫如是, 则归魅何过, 独恨其以说而动, 则名为祭祀, 实在情欲, 如国君名为群僚, 实在便秘, 关心名为助道, 实在未禅, 故所归者名为魅也, 女色夫而她是, 臣色君而她亡, 定舍贵而独行, 则必备凶, 以卦中阴调之位皆不当顾, 女色爱而私承, 臣色宠而窃柄, 定酒席而担者, 则无忧力, 以卦中六三之容, 臣九二出九之纲, 六五上六之容, 臣九四之纲固, 相曰, 则上有雷, 归魅, 居子以永中之弊, 方雷之洞, 必改于则, 而雷则一席, 则恒如故, 此其可谓夫妇恒久之道, 亦其君臣相遇之道, 亦其定慧君平之道姑, 居子之于事也, 为侠问其所事, 先律永其所忠, 苟亦永中未律, 则之归废之必已, 习有贤达, 年高无子, 事不娶妾, 其妻以为妄己之度也, 婉传劝约, 君勿计我, 以致无厚, 贤达约, 无其不知亲有贤得灾无年老义, 社曲幼妾, 未病得子, 无眉之后, 彼当如何, 是以是福为耳, 其妻有未深信, 乃密仿亦少爱, 后嫁满之, 至酒余房, 又其夫与之同意, 愁身出房, 反锁其门, 贤达毅然从窗月初, 欲其其约, 无其以衰退之身无比同欲, 令比后半世进退失措也, 信素还比父母, 勿追其架, 于是七级亲有无不探服, 未己, 其乎受胎, 连玉三子, 后皆显达, 一, 此所谓永中之弊, 以得动天者乌, 圣人于团传中, 随顺恒情, 则以天地大义许之, 于大象中, 劝修以德, 则以永中之并行之, 知此义者, 亦可治国, 亦可观心义, 初旧, 归魅离地, 博能吕, 真吉, 相约, 归魅离地, 以恒也, 博能吕吉, 相成也, 此卦以下对魏魅, 以正魏所归者也, 对三遥中, 六三魏魅, 而初九九二从嫁者魏弊, 正三遥中, 九四魏所归主, 而六五如地义之主婚, 上六如宗妙之寿记, 经初九一刚正之德, 上从六三之魅, 归于九四, 而魏其地, 六三如伯, 呆出能吕, 故得真吉, 帝之为德, 贵在能恒, 相成于三, 则三吉而出异吉, 九二, 鸟能吕, 利幽人之真, 相曰, 利幽人之真, 未辨长也, 以刚中之德, 亦从六三而未立, 六三如鸟, 呆二能吕, 夫不自有其名, 而使人或其事, 非庸人之真其俗能知, 然亦指示地德之长而, 六三, 归魅已须, 返归以地, 相曰, 归魅已须, 未当也, 未对之主, 恐其说之以动也, 故戒之曰, 须待六五之命, 物令人轻我, 而返众我之地已归也, 由魅未当, 故戒之, 九四, 归魅千奇, 持归有时, 相曰, 千奇之志, 有待而行也, 三即需五命而后归我, 则我之归魅不千奇乎, 然虽迟归, 会须有时, 如大顺不得负命, 则呆帝遥之命而行也, 六五, 帝已归魅, 其君之魅, 不如其地之魅良, 愿景望, 即, 相曰, 帝已归魅, 其帝之魅良也, 其魅在终, 以贵行也, 五魅必义, 六三魅魅, 以称女君, 出九九二魅必, 以魅而论, 则三不如初之与二, 以女而论, 则如月己望而远满意, 夫以帝女之贵, 而能行假余下, 不骄不抗, 其非吉之道姑, 上流, 女尘框无时, 事亏阳无邪, 无忧力, 相曰, 上流无时, 尘须框也, 正位对所尘之框, 对位正所亏之阳, 三臣于六, 框则无时, 六魁于三, 杨则无邪, 故无忧力, 盖身不积德, 死后无灵, 不能使子孙繁衍, 至于不或以而归昧, 此非与世之过, 街上六无时之过也, 居子永中之病, 早见及于此意, 周一禅解卷第六, 周一禅解卷第七, 北天目道人偶异秩序者, 夏经之三, 临下镇上, 风, 亨, 王甲之, 悟忧, 一日中, 家有妻妾则风, 国有多土则风, 观心有事缠住道则风, 风则并亨, 然非王故族已至风, 风则可忧, 而物涂忧, 但已如日之明照万会可也, 团约, 风, 大夜, 明已动, 顾风, 王甲之, 上大夜, 物有于日中, 一照天下夜, 日中则则, 月银则时, 天地银须, 与时消息, 而旷于人乌, 旷于鬼神乌, 明而不动, 动不以明, 皆非王者之道, 皆不可以至风, 故为妄乃能上大耳, 所谓物忧以日中者, 亦非旨之令其不责, 正已用其名以照天下, 则不为风所避也, 至于这时云须, 虽天地不能为时, 徒优何意, 相约, 雷电皆至, 风, 君子已折欲至行, 折欲如电之杖, 至行如雷之威, 天之雷电, 偶遗至焉, 常智则物必坏, 君子之用行欲, 不得已耳, 轻用则明必伤, 天之雷电必在盛下, 君子之用行欲, 必于风乐康复之时, 出旧, 欲其配主, 虽寻无久, 网友上, 相约, 虽寻无久, 过寻灾业, 他挂六摇, 每以阴阳相应味得, 所谓审前钢刻高明柔刻也, 为理六摇, 则阳与阳相得, 阴与阴相得, 所谓强服有钢刻谢有柔刻也, 出九刚正, 欲九四为其配主, 互相砥礼, 故虽寻无久, 而网友上, 若不速网, 至于过寻, 不免日中责责而有灾雨, 六二, 风其补, 日中见斗, 网的一疾, 有福发落, 疾, 相约, 有福发落, 信已发至也, 六二为名之主, 至名者也, 上与六五柔中和德, 可以互相滋意, 而六五为九四所格, 如礼其步而日中见斗者也, 夫六五谢有, 可以承感, 而不可以急应, 故往则反的一疾, 唯有福发若则急, 盖信已除疑, 发已彻不也, 部分无实, 因已故有, 至发则已除, 移除, 则不测而见九二之日矣, 无本贤君, 故其至可发, 九三, 风其佩, 日中见末, 折其幼宫, 无久, 相约, 风其佩, 不可大事也, 折其幼宫, 终不可可用也, 以刚正而居领体, 可以照天下者也, 应于上流, 因阳交而配燃大雨, 故于日中但见水莫纷飞, 失望甲上大之事, 终不可以有味, 明末若左, 动末若幼, 上六居正之急, 妄动自伤, 故在九三如折幼宫, 死上之久, 非三就也, 九四, 风其佩, 日中见斗, 欲其遗嘱, 即, 相约, 风其佩, 未不当也, 日中见斗, 忧不明也, 欲其遗嘱, 即行也, 以阳刚为正之主, 心云必约, 故为风不见斗, 信欲出九刚正, 如日方生而往友上, 力能等我而为与主, 相与摧散依怀, 行照天下, 不失风亨之意, 故及也, 六二之风不见斗, 乃至六五被九四所病, 经九四则自封其佩, 至始日中见斗, 故以为不当幽不明则之, 六五来章, 有庆欲, 即, 相约, 六五之极, 有庆也, 柔中居尊, 而六二以信发之, 虽全赖比明明之德, 亦时有我能来之也, 君臣何德, 天下虚蒙其庆, 上六, 风其屋, 不其家, 亏其户, 门恩贝其无人, 三岁不敌, 凶, 相约, 风其屋, 天际详也, 亏其户, 门恩贝其无人, 自藏也, 以阴居阴, 处阵之极, 礼之上, 拒绝黎明, 唯恐荣光之祸召及我也, 故风其屋, 则躺高树刃, 非言邪诀, 若预想于天际者, 不其家, 则多赦复毙, 身自藏影, 纵亏护儿, 门恩贝, 若无人者, 此乃从暗至暗, 虽至三岁有互相敌, 凶河如灾, 三岁延期神九, 亦以格于九三, 供三遥固, 更下驴上, 绿, 小亨, 绿真吉, 日中则则, 月银则石, 故刺风之后铭履也, 风已上大, 绿已小亨, 争起有大小灾, 再大则大, 再小则小, 耍不失其真而已, 不失其真, 则无往而不及互, 团约, 绿, 小亨, 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 指而立乎明, 是与小亨绿真吉也, 旅之时亦大已灾, 在外顾名为旅, 处旅莫上于柔, 用柔莫贵于德中, 德中则能顺刚, 而天下无难处之境亦, 只顾能随御而安, 立名顾能见机而坐, 此旅之真, 即甘之真, 即坤之真, 即大义之真也, 从来大胜大贤, 自天子至于庶人, 无不全以乾坤大义之真而处履, 无不及于履时而俱见乾坤大义之真者, 俱可以造次而乌其时亦之大灾, 佛法侍者, 下三土无非履伯千三土中做大佛侍, 故时亦大, 若以济光法身世之, 人名小亨, 项约, 山上有过, 律, 居子以名圣用行而不留欲, 山无停舍, 火如过客, 居子之神方徐寿也, 法离之名, 法更之神, 顾行可用而欲不可留, 盖舍使留欲不绝, 则不为失离之名, 亦且施更之圣义, 观心逝者, 念起即绝, 绝即推破, 不剁调慧也, 初六, 律琐琐, 思其所取栽, 项约, 律所所, 至穷栽也, 阴容在下, 不忠不正, 律而所所者也, 所所幽云谢谢, 由吴高宾远大之志, 所以自取其栽, 六二, 律即赐, 怀其资, 的同仆真, 项约, 的同仆真, 终无有也, 当律之时, 各隐在上相近之遥位, 自卫处位朝, 而阴亦依阳, 阳亦复阴, 经六二阴容中正, 顺乎九三之纲, 顾位极次, 以阴居阴, 而再更体, 为怀其资, 下有所所之初六, 而无二心与我, 为得同仆真, 夫及赐怀自由属外缘, 得同仆真则有内得, 有得如是, 可谓居真即赐, 终无有, 九三, 履焚其赐, 丧其同仆, 真历, 项约, 履焚其赐, 亦以商与, 亦履与下, 其亦丧也, 三以四位其赐, 而以阳御阳, 又属灵体, 顾焚其赐儿亦可商与, 又复过刚不忠, 处此履时, 由不知所以善与其下, 致使同仆离心远去, 此其人知罪也灾, 九四, 履于处, 得其赐负, 我心不快, 项约, 履于处, 未得未也, 得其赐负, 心未快也, 居子行义, 至远不在赐负, 九四经负六五, 辽可处以, 以阳居因, 因畏之福, 由云之良, 可以致用, 顾明之福, 然五方在与, 不能及待用我以行其赐, 顾虽或于处, 而由未得未也, 即未得未, 顾虽得其赐负, 而于行道之心人未快也, 六五, 设置亦始亡, 终以欲命, 项约, 终以欲命, 上改也, 此证所谓柔德中呼外而顺呼刚者也, 须心以朝天下之嫌以计无虑, 如摄智者, 虽获王其衣食, 终必悲智, 故人欲知, 天命之矣, 盖以仁和天, 天必佑知, 名为尚胆, 尚酒, 鸟焚秦朝, 旅人仙笑后浩跳, 丧牛于义, 凶, 项约, 以旅在上, 其意粉也, 丧牛于义, 终莫之闻也, 处旅莫上于柔, 经已刚不中正, 而在离极, 更无负护知者, 如鸟焚其朝已, 先则以处高位乐顾笑, 后则以焚潮如归物浩跳, 离本有聘牛之德, 乃以仁刚傲慢, 不觉丧之, 凶和如灾, 燃潮之焚, 由其已屡在上, 乃是高亢家人, 故意能招之, 其可归咎于命述, 牛之丧, 由其不知内审, 焦金自适, 故获生于所乎, 而终莫之闻, 其可愿由于他人, 续下续上, 续, 小亨, 立有幽望, 立见大人, 善处理者, 无辱而不自得, 不须则无以自容易, 须以一应入于二阳之下, 应有能而顺乎阳以致用, 故小亨而立有幽望立见大人也, 观心侍者, 增上定学, 宜顺于实惠以建立, 团曰, 众训以生命, 刚训忽中正而致行, 柔皆顺忽刚, 誓以小亨, 立有幽望, 立见大人, 君子之在与也, 得忽求明而为天子, 明有能而顺乎君, 君则因情正重, 生无命以辅随之, 盖由刚训忽中正之德, 顾其志的行, 顾柔皆顺之也, 刚不中正, 则不足以福柔, 柔不顺刚, 则亦不得小亨以, 立有幽望, 立见大人, 正所以臣其小亨, 不枉不见, 何以的亨也灾, 项约, 随风训, 君子以生命行事, 风必相随即至, 乃可以古万物, 君子必生名其名, 笃行其事, 乃可以感万名, 顾约君子之德风, 初六, 进退, 立五人之真, 项约, 进退, 至一也, 立五人之真, 至至也, 初六, 序之主也, 序主于入, 而阴柔美患多疑, 顾获尽而且退, 夫天下事本无可疑, 特其至自已而, 觉知以古人之真, 则至至而天下事不难至已, 此所云古人之真, 集团所云有幽望而见大人这也, 九二, 序在床下, 用史义分落, 集, 无久, 项约, 分落之极, 得中也, 九五阳刚中正, 未训之主, 如坐床上, 则九二讯得之臣, 顾一在床下宇, 顾一在床下宇, 然以刚中得出六之顺, 未免有见妾之嫌, 顾必用史义既无所行, 用污以达无成本, 分落不敢烧书, 乃得中而即无旧也, 九三, 平序, 令, 项约, 平序之令, 至穷也, 以刚居刚, 非能训者, 勉强学训, 识或识之, 盖至穷则不止于质疑, 以可至而穷则令, 六四, 会亡, 填获三品, 项约, 填获三品, 有功业, 阴柔的阵, 魏训之主, 顺乎九五阳刚中正之君, 此修修有荣之大臣, 天下贤财皆乐为用者也, 故如田获三品而有功, 三品者, 除九五军位, 于三阳接受其裸往义, 九五, 真吉毁亡, 无不利, 无出有终, 先更三日, 后更三日, 即, 项约, 九五之吉, 未正中也, 虽有其德, 苟无其味, 则不敢变更, 虽有其味, 苟无其德, 则不能变更, 苟无盖得未相乘者也, 顾得其逊之真, 而亦急, 亦会亡, 亦无不利, 然是既变更, 则是无出, 变更得正, 所以有终, 又必叮你于位更三日之先, 且欲回度余计更三日之后, 则即也, 盘根已知, 上九, 续在床下, 丧其资福, 真凶, 项约, 续在床下, 上穷也, 丧其资福, 正乌凶也, 以阳刚居卦上, 举凡九五九二之门训者, 皆在我床下移, 而我方上穷而顾之, 顾出六六四之之福, 皆为二五所用, 而不为我用, 其胸也, 是其资也, 何所逃辜, 佛法是六瑶者, 出世世间世禅, 有进有退, 二世空会, 以史乌以通识相, 三世前会, 不能固守, 四世出世间禅, 多诸功德, 五世中道正会, 皆别入园, 顾无出有忠, 上世协会, 灭绝功德, 对下对上, 对, 哼, 立真, 入则自得, 自得则说, 自得则人亦得之, 人得之则人亦说之语, 说安得不亨哉, 然说之不以正, 居子不说, 顾立真业, 疏语, 无福明以从己之欲, 往回到以千百姓之欲, 断约, 对, 说业, 刚中而容外, 说以立真, 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 说以千名, 名望其劳, 说以犯难, 名望其死, 说之大, 名劝以灾, 刚中则无情欲偏移之私, 容外则无暴力粗福之气, 此说之至正, 天地同此一德者也, 以此德而鲜明, 名字望劳, 以此德而犯难, 名字望死, 即此事说之大, 名字劝而虚化于善, 非以我劝明也, 相约, 立则对, 居子以朋友讲习, 则相立则不枯竭, 学友朋则不孤陋, 以文会友, 讲也, 亦有福人, 习业, 讲而不习则往, 习而不讲则待, 讲则有焰不悲于无焰, 习则无焰正气于有焰, 又讲则即无焰味有焰, 习则即有焰成无焰语, 初九, 喝对, 即, 相约, 喝对之即, 行为于也, 刚正无益, 和而不同, 得对之真者也, 无私故味有余, 酒二, 福对, 即, 会亡, 相约, 福对之即, 性至也, 刚中则成内行外, 自性其至, 一族以取性于天下义, 六三, 来对, 凶, 相约, 来对之凶, 为不当也, 六三位对之主, 何以凶灾, 干得昏之上摇而卫对, 以阳卫体, 以阴卫用者也, 若内无其体, 徒欲外习其用义来取悦于人, 择乱亦必义, 居子所以恶夫暗者, 九四, 伤队为民, 借疾有喜, 相约, 九四之喜, 有庆也, 对不可以不利真也, 三支来对, 何足练习, 乃不忍绝而伤之, 心必为民, 为戒然自断, 宿吉勿持, 则有喜, 大臣不为产类所获, 天下且受其庆, 不止一生有喜而已, 九五, 伏于包, 有利, 相约, 伏于包, 为正荡也, 阳刚中正, 成内行外之智者也, 故不为可伏于君子, 亦可伏于包正之小人, 是必改恶从善, 反邪归正, 而有利焉, 盖既有其德, 又有其味, 故化道如此之圣而, 上六, 应对, 相约, 上六应对, 为光也, 上六应为对主, 然既无其体, 为思以悦引人, 则心事亦爱魅力, 三欲来似, 上欲引武, 其情太通, 而三不当为不凶, 上游的正悟不严凶, 砍下训上, 坎下训上, 缓, 哼, 王甲有妙, 力射大川, 力争, 月儿后散之, 为公其月于天下, 而不独乐其乐, 故亨也, 既能与民同乐, 则上可以月祖考, 故王甲有妙, 远可以月四宜, 故力射大川, 而月不可以不正也, 故戒之以利争, 断约, 缓, 哼, 刚来而不穷, 容得为乎外而上童, 王甲有妙, 王乃在中也, 力射大川, 成目有公也, 九二刚来而不穷, 六四容得为乎外而上顺于九五, 此能扩充对卦刚中柔外之德, 而幻其月于天下者也, 安得不亨, 又九五居上卦之中, 此王甲有妙以月祖考之相, 成续目而涉凯衰, 此远月四已决定有公之相, 而真在其中已, 相约, 风行水上, 换, 先望已享余地利妙, 风行水上, 不劳力而波涛图片, 先望享地已是天, 利妙已是仙, 尽其一念成效, 吉祖已感通天下, 恩波亦无不便宜, 故约明乎交涉之礼, 地常之义, 至国其如是诸掌乎, 初六, 用诊, 马壮吉, 向约, 初六之吉, 顺也, 初居砍下, 受四之风而用诊, 诊则出水而登陆义, 砍于马为美吉, 经初六顺于九二, 故为马壮而吉, 九二, 幻分其物, 会王, 项曰, 幻分其物, 得愿也, 此阵断传所谓刚来而不穷者也, 当幻时而来分具余物, 浊然安处中留, 得其自悦悦他之愿, 顾会王, 六三, 幻其功, 舞会, 向约, 幻其功, 智在外也, 应居坎体之上, 六四上同上九之风而幻之, 举体散作波涛一润余物, 智在外而不在功, 顾无悔也, 六四, 幻其群, 愿吉, 幻有秋, 废与所思, 向约, 幻其群无极, 光大也, 此阵断所谓柔的为屋外而上同者也, 因柔的阵, 未婿之主, 上同九五, 下无应语, 竟幻其群已和于大公, 此则天下一家, 万物一体, 明虽未患, 而时乃有秋已, 圣人无极, 魔所不极, 光明正大之道, 其平常思虑所能极栽, 九五, 幻汉其大号, 幻王居, 五九, 向约, 王居五九, 正位也, 八大号已与您同月, 如汉之发于中而加于四体, 盖四之幻群, 由五位王而居于正位, 四乃得上控之, 是故大号如汉换于外, 王居正位常在中, 故无旧也, 上九, 唤其血去替出, 无旧, 向约, 唤其血, 愿害也, 写者, 砍之向, 替者, 愿也, 人有大患, 为其有生, 长情执之, 宝贵己功, 正礼观之, 乃浓血聚, 毒害本儿, 上九用六四之风, 以患六三之功, 六三可谓忘身回国, 故智在外而无悔, 然非上九为其远害, 则六三何能心立乎, 何六谣言之, 九二如贤良明目, 成流宣化, 六四如明世大臣, 至公无私, 九五如至世圣王, 与明同乐, 上九如宝父司徒, 教明出害, 出因此而出险, 既把苦必悲乐, 故疾, 三因此而忘我, 既远害必心力, 故无悔也, 对下砍上, 结, 哼, 苦结不可争, 水以风而换, 以则而结, 结则不愧不和, 而可以常论, 故亨, 孵过于患必结, 故受之以结, 然过于结则苦, 又其可常守孤, 拽约, 结, 亨, 刚柔分而刚得终, 苦结不可争, 其道穷也, 说以新鲜, 当位以结, 中正以通, 天地结而四十成, 结以制度, 不伤财, 不害民, 得中则不苦, 苦则穷, 穷则不可以出场, 不苦则说, 说则并可以新鲜, 为结而当位, 思为中正, 为中正不通而不穷, 天有四十, 王有制度, 皆所谓, 皆所谓中正以通者也, 相约, 则上有水, 结, 居子以至数度亦得心, 若免流, 若宗庙, 若悦悟, 若皆碧, 若失规, 若绝路等, 皆有其数以为度, 至始各得其节, 则无过于不及, 而不奢不减, 若建军, 若世青, 若皆兵, 若居丧等, 皆根夫得以成行, 亦始各当其节, 则无过于不及, 而可继可传, 如则结税, 称其大小浅深, 要始不愧不合而矣, 出旧, 不出雇亭, 乌旧, 相约, 不出雇亭, 知通赛也, 节之意义多矣, 或时节, 或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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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明节, 或准节, 或福节, 或节制, 或节吻, 或节线, 或节操, 相约, 经且以时节言之, 刚正而居下位, 九二赛于其前, 故顺时而止, 不出互听, 既之财节, 则品节明节皆善以, 赋以节至言之, 上映六四, 水击尚浅, 故一赛使不留也, 九二, 不出门停, 凶, 相约, 不出门停凶, 诗时及也, 若以时节言之, 既在可惠之位, 又有刚中之德, 六三以辟其门, 而乃尚如应语, 故首小节, 其非大师, 父以节至言之, 上对九五, 水击渐深, 便宜通知始流, 胡须阻塞以至红犯, 岂非时时之极, 六三, 不节若, 则节若, 无久, 相约, 不节之间, 又谁就也, 若以时节言之, 因不中正, 居下之上, 又为岳主, 故使则自情是意而不知节若, 后则幽幻见智而徒有节若, 自取其咎, 无可以救谁也, 父以节至言之, 上对上流, 水以泛滥, 而则口不能节之, 徒有皆若而移, 将谁就孤, 六四, 安节, 亨, 相约, 安节之亨, 城上道也, 若以时节言之, 柔而得正, 居大臣为以臣圣君, 故为安节, 所谓太平宰相也, 父以节至言之, 下应出酒, 赛而不留, 任九五上六之波及余物, 而我独享其安, 故亨, 九五, 干节即, 往右上, 相约, 干节之即, 居为中也, 阳刚中正, 居于尊位, 所谓当位与节者也, 无过不及, 故甘而及, 行之无弊, 故往右上, 自居为中, 故非诗时, 及之久二所能阻碍, 上六, 苦劫真凶, 慧王, 相约, 苦劫真凶, 其道穷也, 若以实劫言之, 纯阴而居劫之即, 故守不通, 故其道寄穷, 虽正义凶, 彼直未正, 实非正也, 为悔而敢之则不穷, 不穷则凶可亡以, 负以节制言之, 水以流下为其节操, 六三对口上缺, 不能节制, 故上六尽其流下之节而不稍留, 遂至枯节而为苦节, 故约其道穷也, 对下讯上, 终服, 吞鱼籍, 力射大川, 力真, 四时有节, 故万物信之, 而各过生成, 数度得行有节, 故天下信之, 而成其感应, 福者, 感应弃何之位, 忠者, 感应弃何之缘也, 由忠而感, 故由忠而应, 如屯于之败风, 比其有安排, 故至思意策夺野灾, 忠服而能若屯于败风, 则己, 然欲致此道, 则力射大川, 而又力真, 盖不射川, 不足以尽天下之质变, 不力真, 不足以操天下之质恒, 不射川, 则不能以静恋心而致用, 不力真, 则不能以礼容事而立本也, 团约, 忠服, 柔在内而刚得中, 说而去, 福乃化邦也, 屯于吉, 性吉屯于也, 力射大川, 沉悟周虚也, 忠服以利真, 乃印乌天也, 何却挂而观之, 二柔在内, 则虚心善顺, 毫无暴力之私, 分上下而观之, 两刚得中, 则笃时真诚, 毫无情欲之杂, 对月则感人已和, 须顺则路人必恰, 故邦不齐化而自化也, 性吉屯于, 油盐性若屯于, 盖人心巧至多而机械熟, 失无心之感应, 不吉屯于之败风者多矣, 顾必性若屯于, 而后可称中浮也, 逊未目, 未周, 浮于则上, 内须而目间, 顾能无物不载, 无远不达, 人之柔在内如虚周, 刚得中浮监物, 思可立万变而无败也, 夫中浮及天下之至真, 为力真乃成中浮, 此其勉强造作所成, 乃应呼天然之性得耳, 事关聚风将作, 屯于月波, 鱼和心鱼赶风, 风和心鱼印鱼, 盖其机则至虚, 其理则至时矣, 无人现在一面心性亦附如是, 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不在过去, 不在现在, 不在未来, 密之勒不可得, 可谓至虚, 天非此无以为父, 得非此无以为宰, 日月非此无以为名, 鬼神非此无以为灵, 万物非此无以身欲, 圣贤非此无以为道, 体悟而不可疑, 可谓至实, 夫十方三世知情知本虚, 而心体真实, 绝不可谓之虚, 天地万物之理体本实, 而相同幻梦, 绝不可谓之实事故柔于刚非二物, 内与中非二住也, 知无此者, 方可明真, 方可摄穿, 方性即屯于耳即义, 相约, 则上有风, 中服, 居子以抑郁患死, 则改而封印, 封失而则寿, 随改随印, 随师随受, 此中服之至也, 居子之名之为恶也, 盖有出于不得已者焉, 如得其情, 则哀今而勿喜, 故于欲则一之, 功宜为重, 罪宜为轻也, 于死则缓之, 与其杀不孤, 宁失不经也, 如此, 则杀一人而天下福, 虽死不愿杀者义, 出酒, 于吉, 又他不厌, 相约, 出酒于吉, 智慧便也, 居子戒圣乎其所不独, 恐惧乎其所不闻, 皆是向一念为身前下手, 即本体即功夫, 即功夫即本体, 故能顿世不见之而不悔, 而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所谓黯然而日章者也, 才起一念, 责名为他, 责致辩而不厌语, 小人而无忌惮, 行险教, 行处加信, 皆从此一念构出, 可不渝之渝出也哉, 终服以天地万物为功, 若专应六四, 便名有他, 九二, 名赫在音, 其子何之, 无有好诀, 无语而迷之, 相约, 其子何之, 忠心愿也, 刚得忠而居二音之下, 此证黯然日章者也, 贺名子何, 感应并出于天然, 其有安排勉强, 故约忠心愿也, 自无专指, 但取同德相符之人, 六三, 得敌, 或骨或霸, 或气或歌, 相约, 或骨或霸, 未不当也, 若以卦体何观, 则三与四皆所谓柔在内者也, 经以诸谣各论, 则六三应不忠正, 为对之主, 本应上久而比方登天独明, 不来相互, 静得六四, 敌体同类, 故有时心其所得, 则或骨, 有时愿其所益, 则或霸, 有时摇一上酒, 则或气, 有时潜于六四, 则或歌, 皆由无德, 不能当位勿也, 六四, 愿己望, 马体王, 乌久, 相约, 马体王, 绝类上也, 柔而得正, 应得之圣者也, 故如月记望焉, 六三望欲的我未品, 我必亡其品, 绝其类, 乃上何于天地万物, 未公之中福而无就也, 九五, 有福鸾如, 无就, 相约, 有福鸾如, 为正荡也, 阳刚中正, 居于尊位, 得位相称, 天下信之, 鸾如而不可以夺者也, 然一指尽中福之道而已, 岂有佳灾, 故带约无久, 亦游远满菩提归无所得之之之于, 上九, 汉因灯于天, 真凶, 相约, 汉因灯于天, 何可长也, 刚不中正, 居蓄之上, 挂之中, 自信其好名好高情见, 而不知容内得中之道者也, 如雄鸡舍其聘而登顶于屋, 以为不祥, 旷御登天, 天赋可登, 人必以为怪而杀之以, 何可长也, 更下正上, 想过, 亨, 力争, 可小事, 不可大事, 非鸟鸟之音, 不宜上一下, 大吉, 居子之志数度亦得行也, 使其劫如天地似时, 则吞于异性之语, 夫其有过也哉, 自其不能应孤天者, 已有他而不厌, 故过过身焉, 然过从求性而生, 过则想意, 过生, 而圣前卫之谷偏旧病, 如行过乎功, 丧或乎哀, 用过乎减之类, 未免搅往过正, 此意所谓小过也, 夫求性而成小过, 其过可改也, 故亨, 搅往而为小过, 其过可取也, 故亨, 然必要鱼的正儿以鱼, 争则小过变成无过, 不争则小过将成大过, 事故当小过时, 但可谓小事以其赋予无过之力, 不可更为大事以至酿成不测之鱼, 譬如飞鸟以过, 以我以应, 不依上而依下, 上则阴阳而我不得闻, 下则阴阳而我得闻之, 得闻秒应, 以欲的闻我过而肃改也, 则赋予无过之力, 过小, 而己乃大义, 团约, 小过, 小者过而恨也, 过以力争, 欲实行也, 柔得忠, 事以小事吉也, 刚失位而不忠, 事以不可大事也, 有飞鸟之相焉, 飞鸟鸣之鹰, 不宜上以下大吉, 上亿而下顺也, 小者吉小事, 小事有过, 故人不施其亨, 设大者过, 则必立有幽往乃亨以, 唯宇实行, 故虽过不施其真, 断旦言真, 传刻点出实行二字, 正显时当有过, 则过乃所宜未真, 躺不与实行, 虽强欲藏身宜无过之力, 亦不明为真也, 且仍有刚容二德, 任大事则以用刚, 处小事则以用容, 经此挂容的其中, 德中则能与实行, 故小事吉, 刚失位而不忠, 不忠则不能与实行, 故不可以大事, 且挂体中二阳阳如鸟之碑, 外各二阴如书二亿, 有似非鸟之相, 鸟若上飞, 则奉逆而阴阳, 鸟若下飞, 则奉顺而阴阳也, 浅起心约, 大过, 大者过也, 约刚过而终, 小过, 小者过也, 约容得终, 其所谓过, 皆有余之位, 大臣其大, 如独立顿事等事, 小臣其小, 如过功过哀过俭等事, 初不适过刚过柔, 更不适过中, 故大过之后, 受之以凯厘之中, 小过之后, 受之以济济位济之中, 君子以天下与世论, 虚是大过, 以家与生论, 虚是小过, 大过以刚大有余味用, 刚中之能是, 小过以柔小有余味用, 柔中之能是, 刚中又训对二柔之用, 柔中又正更二刚之用, 都不是过中之过, 又被专以坎位刚中, 离位柔中, 故随小大而皆亨, 相曰, 山上有雷, 小过, 君子已行过乌宫, 丧或乌哀, 用或乌减, 吾草如约, 公已旧傲, 哀已旧义, 见已旧生, 旧其或已补其不足, 去于平而已, 所谓时中也, 相世约, 约行约丧约用, 皆见愚动, 皆见愚动, 已向正也, 约公约哀约简, 皆当指之节, 已向更也, 初六, 飞鸟以胸, 相曰, 飞鸟以胸, 不可如何也, 因不忠正, 上映九四, 一下而摆上者也, 胸绝不可救你, 六二, 过其足, 欲其笔, 不及其君, 欲其臣, 吾九, 相曰, 不及其君, 称不可过也, 摄欲上进, 则必过九四之祖, 欲六五之笔, 然两因不相应, 而六二因柔中正, 居于子体, 故不复上及六五之君, 但欲其九四之臣, 已知九四虽臣, 而始有得, 绝不可过故也,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 故有相遇之礼, 太功必众而遇文王, 此遥四之, 九三, 扶过房之, 从或枪之, 凶, 相曰, 从或枪之, 凶如何也, 重刚不中, 而应上柳, 如鸟身不能为主, 反随一而高飞, 既福肯过房贤之, 必有从而枪之者义, 其胸何如, 九四, 五九, 福过欲之, 往历, 必戒勿用, 永贞, 相曰, 福过欲之, 未无荡也, 往历必戒, 终不可偿也, 九三性其刚正, 自以为无救者也, 乃福房而至枪, 九四居为不当, 自知其有救者也, 乃周公许其无救, 何灾, 盖人为自见有不足处, 方能过于省茶, 遥顺其有病珠, 文王望到未见, 空自五十学义, 博欲寡过未能, 皆此一而, 四语出印, 顾福过而欲之, 但始初来听命于四, 择四为主而无救, 涉时四往听命于初, 择出反为主, 喜上而不喜下, 出得凶, 而四亿胜利义, 顾必戒而勿用, 须是勇守其不一上一下之真, 乃可长也, 六五, 密云不语, 自我心交, 公义取比再炫, 项曰, 密云不语, 以上也, 因柔不语, 阴柔不语, 下无应语, 虽为天下共住, 高则不下余明, 如云自西交, 虽密不语这焉, 乃是九四之功, 作修下位群钱, 如云比在血而不费力, 盖由六五之以上, 为于不一上一下之真护也, 此如咒不能用太公反时文王取之, 上六, 浮欲过之, 飞鸟离之, 凶, 是未灾神, 项曰, 浮欲过之, 四抗也, 下印九三, 而英居动体挂疾, 方语出六股汉奋飞, 故浮欲九三, 而静过之, 一切非鸟皆昔离之, 以群独上生死与落而后果, 其凶业, 盖天疾之, 故约灾神, 其灾业, 十字取之, 故约隐抗, 节昼亡国, 一景师其不一上一下之真所致而已, 岂有他灾, 舍恳行过孤功, 丧过孤哀, 用过孤简, 何以致此, 临下坎上, 寂寂, 哼响, 力争, 初级中乱, 居子之于事也, 公以济傲, 哀以济义, 见以济生, 凡事事的其中, 则无不济者已, 无不济故亨, 不为再大, 而亦极小, 盖摩所不亨者也, 然安不妄为, 存不妄妄, 智不妄乱, 乃万古之正理, 事关周不负于龙门, 而负于沟渠, 马不绝于阳长, 而绝于平地, 其未勾取平地返险于龙门养肠灾, 或美生于不测, 患莫甚于无被护也, 顾必力争以持之, 不然, 方其初得寂静, 皆以为己, 终必以此治乱, 不可救已, 如水的火迹而可饮可用, 燃射部位之防弦, 则火炎而水枯, 水绝而火灭, 不凡至于两伤乌, 团约, 记记哼, 小者哼也, 力争, 刚柔正而未当也, 初吉, 柔得中也, 中指则乱, 祈祷穷也, 小者尚亨, 则大者不带言语, 六十四卦, 为此卦刚柔皆当其位, 顾真, 六二荣的其中, 为名之主, 以此祭水, 水方成用, 顾初吉, 燃射以为祭无不祭, 辩可终止, 则必至水绝火灭火炎水枯之乱, 或任其火尽水节, 故曰其道穷也, 项曰, 水在火上, 祭记, 君子以私患而预防之, 方其济济, 四位有患, 患必随至, 故君子生私而预防, 集团所谓力争者也, 说统于, 体火上之水以至火而防其力, 体水下之火以祭水而防其裂, 出旧, 燃其轮, 如其位, 无旧, 向曰, 燃其轮, 亦无旧也, 六遥皆私患预防之之夜, 祭记则出引记, 轮由夜而若欲行, 为犹如而若欲度, 无事不忘有事, 防之于出, 则不至于中乱, 故意无旧, 六二, 赴丧其福, 物诸, 七日得, 相曰, 七日得, 以忠道也, 九五阳刚中正而居君位, 二以阴柔中正应之, 必有小人欲为明见而窃祈福者, 二得忠道, 顾安然不寻逐之, 为物诸乃七日自得, 逐则失忠道而福的义, 物诸二字, 吉思患预防之妙, 九三, 高宗法鬼邦, 三年克之, 小人勿用, 项曰, 三年克之, 背也, 以众刚居禀吉, 高宗法鬼邦之项也, 然且三年克之, 困背圣语, 旷刚明未必如高宗者乌, 旷可用小人以穷兵独五央民贼国乌, 奈何不思患而预防之也, 六四, 须永依如, 终日解, 项曰, 终日解, 有所宜也, 美伯曰须, 必须曰如, 须必转而未如, 可无戒乌, 攀雪松云, 四居三之后, 黎明静而坎月方生时也, 再三已称日测之谜, 再四何渴望终日之解, 偶易曰, 宜及是私患预防之思, 九五, 东陵杀牛, 不如西陵之月记, 时受祈福, 项曰, 东陵杀牛, 不如西陵之时也, 时受祈福, 即大来也, 离东凯欣, 下挂静黎明之用于智记, 犹如杀牛, 九五亿坎中刚正之时得而享受之, 尽不费力, 犹如月记, 盖虽有其德, 盖虽有其德, 苟无其时, 不能至此, 苏有其时, 苟无实德, 亦不能至此也, 而私患预防之指, 则在以乘物引物中见之, 上流, 如其手, 利, 项曰, 如其手利, 何可久也, 以阴柔居显之极, 在记之中, 所谓中止则乱, 不能私患预防者也, 如渡水而如其手, 不易为乎, 砍下离上, 慰记, 哼, 笑胡气记, 如其味, 无忧力, 既有记记, 必有慰记, 以物本不可穷尽故也, 既有慰记, 必当记记, 以先知记记, 原从慰记而记故也, 是以有亨道焉, 然慰记而欲求记, 须老成, 须决断, 须守伟如智, 躺如小胡之气记而如其味, 则魔所利, 团约, 味记哼, 柔得中也, 小胡气记, 味初中也, 如其味无忧力, 不续中也, 虽独中也, 虽不荡位, 刚柔应也, 六五之柔得中, 所谓老成决断, 而能守伟于智者也, 味初中, 言尚未出险中, 此时正赖老成决断之财时, 首尾于智之精神, 而可不续中如小胡乌, 然虽不荡位, 而刚柔相应, 则是味记所可以可亨之由, 相曰, 火在水上, 味记, 居子已胜便物居方, 物之性不可不辨, 方之宜不可不居, 故居子必胜之也, 如火性炎上, 水性润下, 此物之不可不辨者也, 炎上而又居于上, 不以抗乎, 事宜居下以济水, 润下而又居于下, 将安理乎, 事宜居上以济火, 此方之不可不居者也, 如水能治火, 亦能灭火, 火能寄水, 亦能结水, 又水火皆能养人, 亦皆能杀人, 以利一切诸物无不皆然, 便知可福祥明, 居之可福祥酌酌焦焦, 初六, 如其位, 令, 相曰, 如其位, 亦不知己也, 亦不知己也, 因柔居下, 无济世才, 将终于不济而可修以, 其知时事已及, 故意为立者哉, 九二, 夜其轮, 珍疾, 相曰, 九二珍疾, 终于行正也, 刚而不过, 依次夜轮而行, 得即时之正道者也, 由其在中, 故能行正, 可见终于正不适二名, 六三, 为即真凶, 立设大川, 相曰, 为即真凶, 为不当也, 因不忠正, 财德俱烈, 故往必备凶, 然时则将出险, 若能成舟已设大川, 不图自恃其力, 则显可济也, 九四, 珍疾悔亡, 正用法鬼邦, 三年有赏于大国, 相曰, 珍疾悔亡, 智行也, 刚而不过, 如日方生, 得即时之德之才之位者也, 故珍疾而鬼王, 于以正其大名之用, 法比幽暗鬼邦, 三年功致, 必有赏于大国以, 即时本以居所求之志, 经得行之, 六五, 真及无悔, 居子之光, 而其灰交映, 又福吉, 相曰, 有福于饮酒, 有福于饮酒, 乌酒, 如其手, 有福失事, 相曰, 饮酒如手, 亦不知皆也, 六五之有福吉, 天下以济济乙, 故上久守其成, 而有福于饮酒, 乃与民同乐, 无旧之道也, 燃君子之于天下也, 安不妄为, 存不妄妄, 智不妄乱, 苟一任想太平乐, 而无尽夜替力之心, 如饮酒而如其手, 无幸其必失今日此乐, 亦必不知节故, 节者, 如天地之四时必不可过, 亦未知己, 初六柔仪太过, 故云亦不知己, 上久刚性太过, 故云亦不知己, 知己知己, 则未记者得记, 以记者可常保义, 周亦产解决第七, 周亦产解决第八, 北天目道人偶亦秩序者, 细词上传, 福西摄六十四卦, 令人观其象而已, 下伤各于卦窑之下, 细词焉以断吉凶, 如所谓连山归藏者事业, 周之闻王, 则细词与美卦之下, 则细词与美卦之下, 明知约团, 歹呼周公, 赴细词与美瑶之下, 明知约相, 孔子继位担传向传以示之, 经幼统论福西所以设卦, 文周所以戏词, 其旨趣, 刚令, 体度, 凡令, 彻呼信修之缘, 通呼天人之慧, 疾呼巨系之事, 冠呼日用之为, 故名为系辞之传, 而自分上下焉, 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意里, 天地万物所从建立也, 挂摇阴阳之意书, 法天地万物而为之者也, 义之简能之意学, 顽挂摇阴阳而成之者也, 由义里方有天地万物, 此意在下闻名之, 经间明由天地万物而为义书, 由义书而成义学, 由义学而弃义里, 天尊的悲, 乾坤定义, 悲高以成, 贵贱未以, 动静有常, 刚柔断义, 方以类聚, 物以区分, 及凶身以, 在天尘相, 在地尘形, 变化渐, 世故刚柔相夺, 八卦相当, 古之以雷霆, 润之以风雨, 日月运行, 亦含亦数, 此先民由天地万物而为义书也, 一枝乾坤, 极向天地, 一枝贵贱, 极法高悲, 一枝刚柔, 极法动静, 一枝极凶, 极法方物, 一枝变化, 极法形象, 世故一枝有刚柔相夺, 八卦相当, 而变化无穷, 由天地之有雷霆风雨, 日月寒数, 而万物皆被, 盖无有一文一字是圣人所度转眼, 甘道成难, 昆道成语, 甘之大使, 昆作成物, 潜以一枝, 昆以简能, 一则一枝, 简则一从, 一枝则有亲, 一从则有公, 有亲则可求, 有公则可大, 可求则贤人之德, 可大则贤人之业, 一简而天下之理得以, 天下之理得, 而成为乌其中义, 此名由一书而成一学, 由一学而弃一理也, 万物虽多, 不外天地, 亦挂虽多, 不出乾坤, 圣人体肝道而为智慧, 智慧如男, 体昏道而为禅病, 禅病如女, 智如今生史条理, 定如欲正中条理, 智则执心正面真如, 故义之而无委屈之相, 定则持心常在意缘, 故简能而无作错知其, 正面真如, 故无无隐忽而而意之, 持心意缘, 故无入不自得而意从, 意之, 故乐之身佛体同而有亲, 意从, 故觉门愿使药中而有功, 有亲, 不为可大而又可久, 即会之定也, 有功, 不为可久而又可大, 即定之会也, 得业俱备, 以修显性, 故得礼而成为, 义礼本在天地之先, 义贯彻于天地万物之始终, 经言天下之礼者, 以既一礼而有天地, 则此礼即浑然在天下也, 义以孔子既是位世间圣人, 故且旧六合内言之, 圣人设卦观相, 细辞焉而明及凶,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事故及凶者, 施德之相也, 施德之相也, 毁令者, 忧愚之相也, 变化者, 进退之相也, 刚柔德, 昼夜之相也, 六窑之洞, 三级之道也, 事故君子所居而安者, 亦之序也, 所乐而完者, 遥知此也, 事故君子居则观其相而完其辞, 动则观其变而完其战, 事已自天又知, 即无不利, 为其义里全现乎天地之间, 而人莫能知也, 故福西社卦以全显知, 闻周幼观其相, 细辞焉而明及凶, 以昭告之, 顺理者及, 逆理者凶也, 夫义里本具刚柔之用, 而刚柔各有善恶之能, 刚能畅使, 而过刚则者, 柔能沉顺, 而过柔则明, 然刚柔又本不具刚柔之理, 故物理者能达其相推而生变化, 事故及凶者, 及施礼的礼之相也, 毁令者, 乃忧于未然律于事先之相也, 知及凶之相, 则必为之进退, 而勿守其穷, 故变化者, 明世仁以进退之相也, 知悔令之方, 则必通呼昼夜而善达其用, 故刚柔者明世仁以昼夜之相也, 然则六遥之动, 义为全显三极之道而宜, 三极之道, 即先天一礼, 非净非退, 而能净能退, 非昼非夜, 而能昼能夜, 天得之以利即于上, 得得之以利即于下, 人得之以利即于中, 顾明三极之道, 乃极一而三, 极三而一枝极理也, 夫一领记在天而天, 在地而定, 在人而人, 事故随所居处无非一枝次序, 知须随位而安, 至此所安之位, 虽仅六十四卦中之一位, 便是全体三极, 全体一礼, 不需更向外求, 而就此一位中, 具足无量无边变化, 统设三百八十四种谣词, 无有不敬, 是可乐而晚也, 平日善能乐丸, 故随洞皆与礼合, 纵欲辩故, 生恒不乱, 自能救己远凶, 此乃自心合于天理, 故为礼之所有, 其教行处加信于数数灾, 断者, 言呼向者也, 腰者, 言呼辩者也, 吉凶者, 言呼其失的也, 毁令者, 言呼其小私也, 无救者, 善不过也, 事故列贵贱者存孤畏, 其小大者存孤寡, 便及凶者存孤辞, 幽悔令者存孤解, 正无救者存孤畏, 事故化有小大, 此有显意, 此也者, 各指其所知, 臣上居则观其象, 而言象者莫若断也, 动则观其辩, 而言辩者莫若遥也, 彼断遥所言及凶者, 乃是人以施德之志, 使人去德而立施也, 所言毁令者, 乃是人以小私, 使物成大师也, 所言无救者, 乃是人以善不其过, 使还归于的也, 事故为以列其贵贱, 使人居上不交, 为下不备也, 挂意其其小大, 使人善能用因用养, 不备阴阳所用也, 此以便其吉凶, 使人知吉之可去凶之可避也, 此其辩别之端甚为, 非官向完战者不能忧之, 此其挽回之力虚猛, 非官便完战者不能正之, 事故化有小大, 此有显益, 盖铭明指人以所趋之理, 所趋之理即即道也, 自非全体合理, 绝不能有即无凶, 异于天地准, 故能弥伦天地之道, 仰义官于天文, 父义查于地理, 事故之幽灵之故, 愿是反中, 故之死生之说, 精气未物, 游闻未变, 事故之鬼神之情状, 与天地相似, 故不为, 知中乌万物, 而道祭天下, 故不过, 旁行而不留, 乐天之力故不忧, 安土敦乎人故能爱, 犯为天地之化而不过, 驱成万物而不宜, 通乌昼夜之道而知, 故神无方而亦无体, 夫官向完辞官便完战者, 正义此能指示究竟所需之理故也, 义此所以能指示吉理者, 以圣人作义, 本自与天地准, 故能弥和经伦天地之道也, 圣人之作义也, 仰观天文, 辅查地理, 知天文地理之可见者, 皆是形下之气, 其是圣名, 而天文地理所以然之故, 皆不出于自心一念之望动望静, 动静无性, 即是形上之道, 其领甚幽, 此幽灵视领, 不二而二, 二而不二, 为生观戏查乃之之也, 冤其所自使, 则六十四始于八, 八始于四, 四始于二, 二始于一, 亦何始乎, 亦记无始, 则二乃至六十四皆无始也, 无始之始, 假名未生, 犯其所已终, 则六十四终指是八, 八终是四, 四终是二, 二终是义, 亦终是无, 无何终乌, 无记无终, 则亦乃至六十四亦无终也, 无终之终, 假名未死, 犹以此终使此生无性之理, 故妄于天地间来精气已为物, 由魂灵已轮回六道而未变, 事故知鬼神之情状也, 圣人既如此仰观俯察, 乃至鬼神之情状皆被知语, 然后作义, 所以亦则与天地相似, 故不为也, 依亦起知, 知乃周乌万物, 而道际天下, 故不过也依亦起行, 行乃胖心而不留, 乐天之力, 故不悠业, 知行俱足, 则安吐敦仁, 广度寒食, 故能爱也, 事以恒则伴为天地之化而不过, 屈成万物而不宜, 数则通空昼夜之道而知, 恒辩数穷, 安有方所, 既无方所, 明有体相哉, 神指圣人, 意志理性, 非无体之义理, 不足以发无方之神之, 非无方之神之, 不足以正无体之义理, 旁行者, 普现色身三昧, 现行六道也, 不留者, 不随六道过夜所迁也, 乐天者, 恒观第一云天也, 直领者, 善达十界缘起也, 安吐者, 三途八难皆长济光也, 敦仁者, 于一切处修大慈大悲三昧也, 咒者灭盘, 业者生死, 乐之灭盘生死无二至故, 三适与照, 名为通孤昼夜之道而知, 亦阴亦阳之味道, 既知者善也, 臣知者信也, 仁者见知味之人, 知者见知味之之, 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居主之道先语, 显诸人, 藏诸用, 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 圣德大液至已灾, 富有之味大液, 日新之味圣德, 深深之味义, 丞相之味前, 效法之味昏, 集数之来之味战, 通辩之味适, 阴阳不测之味神, 夫亦虽无体, 磨锁不体, 非离阴阳形体而别有道也, 亦阴阴阳, 则便是全体大道义, 然非善称理以其修者, 不能既阴阳以命迹, 而既比辰味于忠者, 全是本性功能, 乃是之重力行者, 往往昧其本性, 世人者见之味之人也, 世之重慧解者, 往往顾上修持, 世之者见之味之之也, 百姓又日用而不自知, 故君子全性起修全修险性之道先宜, 然人者虽但见人, 而人何尝度从之以贤, 知者虽但见之, 而用何尝度随人以造, 人体至为而恒显, 知用至漏而恒造, 此即亦因亦阳之道, 法尔无五万物而不与圣人同优者也, 不与圣人同优, 且只亦知理体而言, 其实圣人知优亦不在理体外也, 且圣人全体亦理, 则优亦非优亦, 包含天地万物是理, 故为富有, 变化不可穷尽, 故为日新, 夜夜之中聚盛德, 得得之中聚大业, 故为生生, 凡得夜之成乎法相者皆明为前, 不止六阳一挂为前, 凡效法而成其得夜者皆明为坤, 不止六阳一挂为坤, 即阴阳之术, 而之术本无数, 从无数中建立诸术, 便能之来, 即位之战, 非似跌尸而后卫战, 即之来者, 树必有穷, 穷则必变, 变则通, 通则久, 即是学义之事, 非似以乱而后置以为而求安之谓是, 终日在阴阳树中, 而能制造阴阳, 不被阴阳所测, 故位之神, 自父有智慧神无惧, 赞义里之无体, 即数三惧, 赞圣神之无方也, 夫意, 广义大义, 以言呼远则不欲, 以言呼耳则静而正, 以言呼天地之间则备, 夫前, 其境也专, 其动也直, 事以大深焉, 夫坤, 其境也心, 其动也辟, 事以广深焉, 广大配天地, 便通配四时, 阴阳之义配日月, 意简之善配至德, 上于深深之谓义, 只奔庆义里言也, 依义里作义书, 顾义书则同理性之广大义, 言远不欲, 虽六合之外, 可以一礼而通之也, 耳静而正, 曾不离我现前一念心性也, 天地之间责备, 所谓彻乎远而, 该乎势力, 统乎凡胜者也, 一书不出乾坤, 乾坤各有动静, 动静无非法界, 故得大生广生而配于天地, 既有动静, 便有便通以配四时, 随其动静, 便为阴阳以配日月, 甘亦昆俭以配至德, 是知天人性修静观因果无不具在一书中以, 此曰, 义其至以乎, 夫义, 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业, 知崇礼碑, 崇孝天, 悲法地, 天地色位, 而义行乎其中以, 诚信存存, 道义之门,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则, 而以诸其形容, 向其勿移, 是故位之相,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会通, 以行其典礼, 细辞焉以断其吉凶, 是故位之遥, 言天下之智则而不可恶也, 言天下之智动而不可乱也, 你之而厚言, 意之而厚动, 你亦已成其变化, 夫圣人亦亦礼而作义书, 义书之配天道人士也如此, 故孔子作传至此, 不觉生慧之探赏约, 亦其致以乎, 夫义, 乃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业, 知则高高山鼎立, 故崇, 礼则深深海底行, 故悲, 崇即孝天, 悲即法义, 盖自天地设位已来, 而义里已行于其中, 但随顺其本臣之性, 而不使一念之或亡, 则道易皆从此出, 更非性外有少法可得也, 是故意向也者, 不过是圣人见天下之则, 而以其形容, 向其勿引者而, 亦遥也者, 不过是圣人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会通, 以行其典礼, 细辞焉以断其极凶者而, 夫天下之物虽至则, 总不过阴阳所成, 则今虽言天下之智责, 而安可恶, 若恶其则, 则是恶阴阳, 恶阴阳, 则是恶太极, 恶太极, 则是恶无自心本具之义里, 义里不可恶, 太极不可恶, 阴阳不可恶, 则天下之智则亦安可恶乎, 夫天下之事虽制动, 总不出阴阳之动尽所为, 则今虽言天下之智动, 而何常乱, 若为其乱, 则是阴阳有乱, 太极有乱, 无心之义里有乱义, 义里不乱, 太极不乱, 阴阳不乱, 则天下之智动义何可乱乎, 是以君子当智则自动中, 能善用其拟义, 拟义以成变化, 遂能操智则自动之权, 盖必先有忠福之德存于, 而后可以同仁, 福德寄生, 虽先或好跳, 后必欢笑, 旷奔无窥隔着乌, 燃欲成福德, 贵在错的知医者, 譬如即用白毛, 则始无不善, 又会在旧境之不变, 譬如劳迁君子, 则终无不及, 躺劳而不迁, 未免未抗龙之灰, 躺即非白毛, 未免有不秘之师, 而所谓不出不停者, 乃真实圣独功夫, 飞扬未君子因为小仁者所能窃取也, 明赫在意, 其子何知, 我又好觉, 无语而离之, 此曰, 居子居其事, 出其言善, 则千里之外应之, 况其耳者乌, 居其事, 出其言不善, 则千里之外为之, 况其耳者乌, 言出乌生, 家乌鸣, 行发乌尔, 见乌愿, 言行, 居子之书姬, 书姬之八, 荣辱之主也, 言行, 居子之所以动天地也, 可不胜乎, 同仁先豪跳而后笑, 此曰, 居子之道, 或出或处, 或莫或语, 二人同心, 其力断经, 同心之言, 其袖如蓝, 今虽至奸, 同心者上能断之, 此所谓金刚心也, 出六, 即用白毛, 乌久, 子曰, 苟错诸的而可, 即之用毛, 何久之用, 圣之至也, 肤毛之为物薄, 而用可重也, 圣思树也遗忘, 其魔所失以, 苟, 成也, 成能从地稳放, 即禅门所谓脚跟稳当者也, 白毛洁净而柔软, 正是第一寂灭之人, 劳迁君子有终极, 此曰, 劳而不乏, 有功而不得, 后知至也, 予以其功下人者也, 得严慎, 立严功, 千业者, 至功以存其位者也, 圣思树也遗忘, 即使而见终也, 亦应该果海域, 至功以存其位, 令终以权始也, 亦果彻因缘异, 抗龙有惠, 子曰, 贵而无畏, 高而无名, 贤人在下位而无辅, 是以动而有惠也, 不出户亭无救, 子曰, 乱之所生也, 则言语以为皆, 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 己是不密则害臣, 是以君子圣密而不出也, 子曰, 作义者, 其之道公, 义约, 父且成, 至寇至, 父也者, 小人之士也, 成也者, 君子之弃也, 小人而成君子之弃, 道思夺之以, 上汉下报, 道思伐之以, 漫藏会道, 也荣会于, 一约父且成智寇至, 道之昭也, 逝者心事, 弃者相貌, 佛法所谓怀抱于结识, 不应者加沙者也招自妙圣, 可见至魔之游皆有主人, 天一的二, 天三第四, 天五的六, 天七第八, 天九的十, 天数五, 德数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何, 天数二十有五, 德数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此名合图之数, 凡天地之数, 凡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也, 太极无极, 只因无始不绝望动强明为一, 一极属天, 对动明镜, 静极是二, 二极属定, 二与一为三, 三人属天, 二与二为四, 四人属地, 四与一为五, 五人属天, 四与二为六, 六人属地, 六与一为七, 七人属天, 六与二为八, 八人属地, 八与一为九, 九人属天, 八与二为十, 十人属地, 十则数中, 而不可附加, 故何图止有十数, 然此十数总不出于天地, 除天地外别无有数, 除数之外亦别无天地可见义, 总而济之, 天数凡五, 所谓一三五七九也, 得数一五, 所谓二四六八十也, 一得五而乘六, 六岁与一和而居下, 二得五而乘七, 七岁与二和而居上, 三得五而乘八, 八岁与三和而居左, 四得五而乘九, 九岁与四和而居右, 既言六七八九, 必各得五而乘, 则五便在其中, 既言一二三四, 则便积而乘十, 十岁与五和而居中, 积而数之, 天数一三五七九, 共乘二十有五, 得数二四六八十, 共乘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而变化皆以此成, 鬼神皆以此心意, 有阴阳乃有变化, 有变化乃有鬼神, 变化者, 谁或木金兔, 生成万物也, 贵神者, 能生所生, 能成所成, 各有精灵以为之主宰也, 变化及一正幻象, 贵神, 及气世间主, 及众生世间主儿, 大眼之数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 分而为二以相两, 挂一以相三, 叠之以四以相四十, 归其余力以相论, 五岁再论, 顾在立而后挂, 也, 成也, 大眼, 未成此天五第五之数, 而眼至于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和图中天地之数, 共计五十有五, 今以天五第五, 愿非两五, 是其定数, 以对于十, 以事中数, 一得之以为六, 二得之以为七, 三得之以为八, 四得之为九, 复合一二三四以乘于十, 顾出中功五数, 以表数及非数, 而为取于五十以为大眼之数, 以表从体其用, 即叠失时, 又于五十数中, 存其一而不用, 以表用中之体, 以表无用之用, 于本体太极时非有二, 服从体其用, 即不便随缘一也, 用中之体, 即随缘不便一也, 将此四十九侧, 随受分而为二, 安于左右, 向无心之动静, 即成天地两余, 四以左手取左侧直之之, 而以右手取右侧之一, 挂于左手之大指尖, 向人的天地合一之道而为三财, 四四四以叠之, 向天地见四十心心不习, 四归其所其之策, 立于右手取右侧直之之, 以向每年必有论日, 又以右手取右侧直之, 而以左手四四叠之, 归其所其之策, 立于左手中指之间, 世明在立, 以向五岁必有两个论月, 世卫在论, 以上分二, 挂一, 叠四, 归其共四迎而为一变, 取其所挂所立之策致之, 然后再取左右叠过之策而重合之, 重负分二, 挂一, 叠四, 归其, 故云在立而后挂也, 视为二变, 右取所挂所立之策致之, 然后更取左右叠过之策而重合之, 重负分二, 挂一, 叠四, 归其, 视为三变, 至笔三变所挂所立之策, 但取所叠之策数之, 四九三十六则为零, 四八三十二则为, 四七二十八则为一, 四六二十四则为了, 十五变之策, 十八变成六则, 十五则为阳间扬称正业。 进阶不变,X为阴动,动则变阳,顾下文语,四迎成义,三变成阳,十八变成六阳,则未挂业,此诗草之术, 几叠师之法,乃全是表力,全数表法,是百姓以语之语能之事,正所谓神道社教,化度无疆者语, 卫之大臣,不亦以乎,若不以为兴时官容之,屈我西文周口四大圣人多以, 甘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 荡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术也,九七皆前, 而谣言其变,顾占十用九不用七,一谣三十六策,则甘卦六谣, 共计二百一十六策也,八六皆坤,而战十用六不用八,一谣二十四策,则坤卦六谣, 共计一百四十四策也,合成三百六十策,可荡其岁之日, 然一岁约立春,至第二年春,则三百六十五日有期, 约十二月,则三百五十四日,而今云三百六十, 适取其中,亦取大概言之,不必居居也, 又和上下二天六十四卦之策而总计之, 阳摇百九十二,共六千九百一十二策, 阴摇百九十二,共四千六百八策, 故可当万物之术,敷其岁之日, 万物之术,总为大眼之术所表, 大眼不离何图,何图不离无人一面妄动, 则时劫万物,又岂离无人一面妄动所患现灾, 事故四银而成义,时有八变而成卦, 一变必从四银而成, 以表一面一法之中, 必有深注一列四项, 三变成谣, 以表谣谣各具三才之道, 六谣以表三才各有阴阳, 十八变以表三才各各物具而无差别, 八卦而小成, 三变以可表三才, 九变以可表故具, 故名小成, 隐而生之, 处类而长之, 天下之能是必, 八可为六十四, 不过隐而生之也, 三百八十四谣以定天下之吉凶, 是在处类而长之也, 至于处类而长, 则依依依卦, 依依谣, 皆可断天下事, 而财成辅相之能是无不敬意, 显道神德行, 事故可与仇作, 可与又生意, 此曰, 之变化之道者, 其知神之所为乌, 有一必有二, 有二必有四, 有四必有八, 有八必有六十四, 有六十四必有三百八十四, 然三百八十四谣, 知识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 知识八卦, 八卦知识四项, 四项知识两一, 两一知识太极, 太极本不可得, 太极不可得, 则三百八十四皆不可得, 故极树可以显道也, 阴可变阳, 阳可变阴, 亦可谓多, 多可谓一, 故体此极树之道者, 可以神其德行也, 既极树而悟道, 悟道而神明其德, 则世间智则自动, 皆可愁作, 而鬼神所不能畏之事, 圣人亦能幼之语, 先天而天福为, 此之畏也, 人但之别失畏变化之数而, 若知变化之道, 则无方之神, 无体之义, 皆献于灵之计赵中以, 故树传至此, 特自家子约二字, 以显思皆有叹之词, 而始继自称太史公约乃本于此, 亦有圣人之道四焉, 以言者上其词, 以动者上其辩, 以志气者上其相, 以补视者上其债, 前问余, 居子观向完词观变完诈, 经言此四集亦所有圣人之道也, 夫完词则能言, 观变则能动, 观向则可以致气, 完诈则可以补视绝余, 焉也, 动也, 致气也, 补视也, 圣人修身至人之事, 其有外于此四者哉, 是以君子将有位也, 将有行也, 问焉而以言, 其受命也如相, 无有远近忧生, 遂之来物, 非天下之至今, 七书能语于此, 其书能语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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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圣人者也, 学圣人者必学义, 善学义者, 举凡有位有心, 必完词而完诈, 果能完词完诈, 则书能语于此, 则义之至今, 遂为我之至今已, 参无以辩, 错综其数, 通其辩, 遂成天地之文, 及其数, 遂定天下之相, 非天下之至辩, 其书能语于此, 参者, 彼此参合之位, 悟者, 行五定列之位也, 虽彼此参合, 而不坏行五之定列, 虽行五定列, 而不坏彼此之参合, 故名参五已辩, 由彼此参合, 则其数相错, 由行五定列, 则其数可踪, 故云错踪其数, 举凡合图洛书之成相, 叠师求卦之法事, 无不皆然, 非仅偏止一种也, 阴阳各有动静, 故臣天地之文, 六十四卦各具六十四卦, 固定天下之相, 臣能观相与通便, 观便以极数, 则亦之质便, 遂为我之质便亦, 亦, 无私也, 无畏也, 既然不动, 感而遂通天下之部, 非天下之至神, 其数能语于此, 夫义虽至今至便, 其有私律作为与其奸灾, 为其既然不动, 所以感而遂通, 臣能于观相与此观便完战之中, 而弃合其无私无畏之妙, 则亦之至神, 遂为我之质便亦, 夫义, 圣人之所以及身而言及也, 为生也, 故能通天下之至, 为及也, 故能成天下之物, 为神也, 故不及而素, 不行而至, 此约亦有圣人之道四焉者, 此之谓也, 由此观之, 则亦之谓书, 乃圣人所以及身而言及者也, 苟及其身, 则至今者在我, 而能通天下之至, 苟严其己, 则至便者在我, 而能成天下之物, 苟从及身严己处物, 其无私无畏即然不二之体, 则至神者在我, 故能不及而素, 不行而至已, 为圣人之道不全即全于一书中可呼, 今有独一而不知圣人之道者, 何以舍存浓而未遭破也, 此约, 夫意, 何未者也, 夫意, 开悟成悟, 冒天下之道, 如私而以者也, 事故圣人以通天下之至, 以定天下之业, 以断天下之疑, 事故失之得缘而生, 挂之得方以之, 六谣之意义一共, 圣人以此喜心, 退藏于密, 吉凶与民痛患, 神以之来, 知以藏网, 其俗嫩予于此灾, 古之聪明睿之, 神武而不杀者夫, 此欲名亦书之妙, 而先是义礼之大也, 夫所谓义, 果何亦灾, 盖世开一切物, 成一切物, 包进天下之道者也, 事故圣人亦义礼而成义书, 以通天下之至, 使人及物而物理, 以定天下之业, 使人素贵而物本, 以断天下之疑, 使人不弃其耳角, 行处加信, 事故失之德, 及其变化而不可测也, 卦之德, 有其定理而不可测也, 谣之义, 尽其变通而未尝以也, 夫时缘而神, 卦方以之, 谣义以共皆所谓既然不动感而遂通者也, 圣人即以此习心退藏于命, 所谓自明成位之教, 能尽其信, 则能尽人之信, 顾及凶与民痛患, 神以之来, 知以藏网, 不似问于尸归而后知及凶严, 此为谷之聪明睿之, 断或而无或可断者, 刀能语于此耳, 是以明于天之道, 而察于明之故, 是心神物, 以前明用, 圣人以此斋戒与神明其得夫, 夫神以之来, 知以藏网, 则又喝似尸归之神物, 而后断名之及凶灾, 但圣人能知, 众人不能, 不及尸归以事, 则明不信也, 是以明于戒物显灵, 乃天之道, 应战绝于, 乃明之席, 故戒此施归以开灵用之前, 而圣人亦是现斋戒然后补逝者, 正欲以此被神明其得也, 是故何护卫之婚, 辟护卫之前, 亦和一辟味之变, 往来不穷味之通, 见乃味之相, 行乃味之气, 至而用之味之法, 利用出入, 明贤用之味之神, 是故意有太极, 是生两余, 两余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业, 事故法向墨大姑天地, 便通墨大姑四十, 现象证明, 墨大姑日月, 崇高墨大姑富贵, 被物质用, 利成器以为天下利, 墨大姑圣人, 探则所义, 勾身致远, 已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伟伟者, 莫大姑师归, 事故天生神物, 圣人则之, 天地变化, 圣人孝之, 天垂相, 见吉凶, 圣人相之, 何出图, 落出书, 圣人则之, 亦有四相, 所义事也, 细辞焉, 所义告也, 定之以吉凶, 所义断也, 一曰, 自天佑之, 即无不利, 此曰, 佑者, 住也, 天之所住者顺也, 人之所住者信也, 屡性思乎顺, 又以上闲也, 是以自天佑之, 即无不利也, 是故得即神明, 方知义里摩索不在, 且如何护即位之坤, 辟护即位之前, 亦何以聘即是便, 往来不穷即是通, 见即是相, 行即是弃, 随所致用即是法, 随其名用出入即是神, 则乾坤乃至神明, 何尝不及在日用动静兼灾, 凡此皆亦理之固然, 而义书所应作也, 事故义者, 无住之理也, 从无住本, 立一切法, 所以义即为一切事理本源, 有太极之义焉, 即云太极, 则绝非凝然依法, 必有动静相对之机, 而两余深焉, 即约两余, 则动非偏动, 得间动静, 静非偏静, 亦间动静, 而四相深焉, 即约四相, 则相相各有两余之全体全用, 而八卦深焉, 即约八卦, 则备有动静阴阳刚柔善恶之志, 而即凶定焉, 即有即凶, 则财成辅相之道方位有用, 而大叶深焉, 亦礼本自如此, 亦书所以亦然也, 事故事间事事物物, 皆法相也, 皆变通也, 乃至皆深皆远, 皆则皆隐也, 而法相之大者莫若天地, 便通之大者莫若四时, 现象者明之大者莫若日月, 崇高之大者莫若天慧之富贵, 被物质用力天下者莫若天德之圣人, 探则所义, 勾身致远, 定即凶, 令人之躯臂, 成为为, 使人尽得业者, 莫若失归之神物, 事故天生神物, 圣人即从而则之, 天地变化, 圣人即从而孝之, 天垂相, 现即凶, 圣人即从而理相之, 何出图, 落出书, 圣人即法而为八卦九成, 然则一知有四相, 所义是人动静进退之道也, 亦有戏词, 所义昭告以人和天之学也, 亦有吉凶定判, 所义名断合理之当位, 而被理之不可谓也, 故大有上九之词约, 自天佑之, 即无不利, 无生之其故也, 夫天无私情, 所住者不过顺理而语, 仁义无私好, 所住者不过信自心本聚之义理而语, 成能真操实理, 信自心本聚之义理, 私圣乎上天所住, 则便真能崇尚圣贤之书以, 安得不畏天所有, 而机无不利哉, 子曰, 书不敬言, 言不敬意, 然则圣人之义其不可见乎, 子曰, 圣人立相以敬意, 奢卦以敬情味, 细辞焉以敬其言, 辩而通之以敬力, 古之武之以敬神, 乾坤其义之运焉, 乾坤成烈, 而亦立乎其中义, 乾坤慧, 则无以见义, 亦不可见, 则乾坤或机无习, 是故行而上者未知道, 行而下者未知弃, 化而才之未知辩, 推而行之未知通, 举而错知天下之明慧之事业, 事故丰相, 圣人有以见天德之责, 而以诸其形容, 向其勿移, 事故为之相,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 而观其慧通, 以行其典礼, 细辞焉以断其吉凶, 事故为之谣, 及天下之责者存乎卦, 古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化而才之存乎辩, 推而行之存乎通, 神而明知, 存乎其人, 默而成知, 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 上文发明一语一书, 即圣人作义无人学义之指, 义迹想义, 然狗非其人, 狗无其德, 则遂与生解, 亦何以生之义理义书之妙至乌, 故更舍未问答, 而结归其人其德行业, 夫书何能敬言, 言亦何能敬意, 然则圣人之义其中不可见乎, 拒之圣义不敬于言, 而义未畅不欲于言, 圣言不敬于书, 而义未畅不悲于书, 且如一书之中, 一记立相以敬意, 圣意虽多, 而动静二基足以该知, 故乾坤二相即可以敬圣人之义也, 又附设卦以敬情味, 动静虽只有二, 而其中变态, 或情或伪, 不依而足, 故六十四卦乃能敬万物之情为也, 又附系此焉以敬其言, 盖举天下事物依依言之, 则老而难辩, 经戒六十四卦而戏以辞, 则简而可周也, 虽六十四卦以足收天下事物之大权, 而不知是事物物中又各不具一切事物也, 故辩而通之, 每卦皆可为六十四, 而天下之力思尽以, 虽有三百八十四摇动静尘, 若不于终善用谷武, 使无人随处的见义力, 则亦不足以尽神, 而圣人又处处指点以尽神义, 虽复处处指点, 然收笔三百八十四摇大纲, 总不出乾坤二法, 故乾坤即益之蕴藏也, 夫本因益礼而有乾坤, 既有乾坤, 益即利乎其中, 社会此乾坤二法, 则亦理亦不可见, 社不见亦理分体, 则乾坤依何而有, 不己至于习灭灾, 此神言亦外无乾坤, 乾坤之外亦无亦也, 盖亦即无人不思义之心体, 干吉照, 坤吉记, 干吉慧, 坤吉定, 干吉观, 坤吉止, 若非止观定慧, 不见心体, 若不见心体, 安有止观定慧, 事故及行而非行者, 向上依者及位之道, 无行而成行者, 向下施舍及位之气, 道可成气, 气可表道, 极位之变, 从道垂气, 从气入道, 极位之通, 自济悟道与气之以如, 以此化天下之名, 极位之事业语, 事故夫相也者, 不过是圣人见天下之则, 而以诸其形容向其物以者也, 夫遥也者, 不过是圣人见天下之则, 而观其会通, 以行其典礼, 细达也, 细辞言以断其极凶者也, 事已挂可及天下之则, 此可谷天下之动, 便可敬化财之功, 通可及推行之妙, 此中非疏之所能敬言, 亦非言之所能敬一也, 神而明知, 必存乎其人, 而诺而成之, 不言而信, 又必存乎得行而, 得行者, 体乾坤之道而修定会, 由定会而策见自心之以理者也, 周易禅解卷第八, 周易禅解卷第九, 北天目道人偶义秩序者, 细辞下传, 八卦陈列, 像在其中五, 婴儿众之, 摇在其中五, 刚柔相推, 便在其中五, 细辞焉而令之, 动在其中五, 及凶悔令者, 生无动者也, 刚柔者, 力本者也, 变通者, 驱使者也, 及凶者, 真圣者也, 天地之道, 真观者也, 日月之道, 真名者也, 天下之动, 真敷义者也, 肤浅, 确然是人意义, 肤坤, 颓然是人简易, 摇曳者, 孝此者也, 相也者, 相此者也, 摇向洞乎内, 及胸见乎外, 公业见乎便, 圣人之情见乎辞, 天地之大德约身, 圣人之大宝约位, 何以守卫约人, 何以拒人约财, 理财, 理财政词尽名为悲约义, 此执名圣人作义, 包天地万物之礼, 而为内圣外王之学也, 盖自八卦陈列, 而天地万物之相已皆在其中, 因而众之, 而天地万物之交易皆在其中, 以, 刚柔必物具刚柔, 而天地事物之便又皆在其中, 细辞焉而令之, 而无人会比从义之动又皆在其中, 夫及胸鬼令, 皆由一念之动而生者也, 一念之动, 必有刚柔以律其本, 亦刚亦柔, 必有变通以趋于实, 得其变通之政者则胜, 不得变通之政者则负, 顾及之与胸, 为与真胜者也, 此意中世仁以圣贤学问, 全体皆法天地事理, 非有一毫勉强, 事故天地之道, 一见一顺, 各有淫须消长之不同, 皆已变通之政世仁者也, 日月之道, 一昼一夜, 亦有中则饮缺之不定, 皆已变通之政为名者也, 天下之动, 万别千差, 由未至责, 实不可乱, 乃归及于变通之一政者也, 夫干之便现于六十四卦, 虽有一百九十二谣, 无不确然是仁以异义, 夫鲲之便现于六十四卦, 虽意一百九十二谣, 无不须然是仁以简义, 此意简之理, 正所谓千变万化而征夫以者也, 遥及孝此意简, 相及相此意简, 苟无心之遥相移动乎内, 则事物之极凶极限乎外, 极可辨凶, 凶可辨吉, 得此善辨之方, 乃见财成辅相公业, 而圣人所以教人之真情, 则全见乎寡谣之词, 所应生还戏观者也, 是故生生之畏异, 而天地之大德, 不过此无尽之生理而, 圣人体天立即, 其所以既名无强者则在畏而, 何以守畏, 则必全体天地之德, 纯一不宜之人而, 人则物我一体, 树必家之以赴, 故曰财, 父必家之以教, 故曰义, 此内圣外王之学, 义取法于天地事物者也, 古者包西事之王天下也, 养则观相于天, 辅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 与德之仪, 竟取诸生, 愿取诸物, 于事使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本法天地生物以作八卦, 既作八卦, 虽能通神明之德于一念, 类万物之情于一生, 作节神而未往, 安人邪献故, 以殿以渝, 盖取诸离, 驱鸟兽于蛇于山泽, 实名的驾塞者, 乃生灵物各以利其所者也, 故取诸离, 包西事眉, 神龙事作, 琢目未寺, 柔目未累, 累懋之力, 以教天下, 盖取诸离, 与鸟之害祭除, 田仇之力帮起, 日中未事, 至天下之名, 拒天下之祸,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 盖取诸事科, 农事既备, 商务随心, 神龙事眉, 皇帝遥顺事作, 通其辩, 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 使民遗之, 益穷则辩, 辩则通, 通则久, 是以自天佑之极无不利, 皇帝遥顺垂衣裳而天下智, 盖取诸乾坤, 通辨神话, 全体乾坤之德, 所谓自强互习后的改悟者也, 枯物为周, 善物为疾, 周疾之力, 以迹不通, 致远引力天下, 盖取诸患, 扶牛成马, 引众致远, 引力天下, 盖取诸随, 众门寄托, 以待报客, 盖取诸律, 昆如众门, 正如寄托, 报客, 温灵波氏已为出智之客, 圣通, 盖使动者得随必而安也, 断目未处, 绝目未救, 救处之力, 万名已寄, 盖取诸小祸, 贤目未无, 善目未使, 忽使之力, 以为天下, 盖取诸魁, 由上明目下月, 所谓若大汉之望语者是也, 上古血君而也处, 后世圣人一之以公事, 上洞下雨, 以待风雨, 盖取诸大壮, 正目之下, 别有天天, 公事之相也, 古之藏者, 后一之以心, 藏之中也, 不丰不树, 丧其无树, 后世圣人一之以观果, 盖取诸大过, 以续目入于择穴之中, 上古结神而至, 后世圣人一之以书气, 百观以至, 万民以察, 盖取诸觉, 以书气代语言, 遂令之与天同久, 事故义者, 相也, 相也者, 相也, 团者, 财也, 摇曳者, 笑天下之动者也, 事故及凶身而鬼令者也, 由此观之, 所谓义者, 不过是人已向耳, 而相也者, 则是事物之客销者也, 所谓团者, 则是事物之才之也, 所谓咬者, 则是笑天下之动者也, 事故的有及凶悔令之声者也, 夫动则必有及凶悔令之声者, 居子可不思所以胜其动孤, 阳挂多阴, 阴挂多阳, 其故何也, 阳挂齐, 阴挂偶, 其德行何也, 阳义君儿二名, 居子之道也, 因二君儿一名, 小人之道也, 欲胜其动, 当便君明之分于身心, 孟子所谓从其大体位大人从其小体位小人也, 关于阳挂多阴, 阴挂多阳, 可以误以, 其者, 天君独饼干刚之位, 偶者, 意念家带情律之位, 阳义为君, 而两阳之二未明已从之, 所谓至一则动气, 故事君举之道, 因二未君, 而两阳之一反未明已从之, 所谓弃一则动气, 故事小人之道, 一曰, 冲冲往来, 蓬从而思, 子曰, 天下何思何律, 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智而百律, 天下何思何律, 日往则越来, 越往则日来, 日越向推而明深淹, 寒往则蜀来, 蜀往则寒来, 寒蜀推而遂沉淹, 往者屈也, 来者信也, 屈信相改而立深淹, 此祸之躯, 以求信也, 龙蛇之辙, 以存深也, 今亦入神, 以智用也, 利用安生, 以重得也, 过此以往, 畏之祸之也, 穷神之化, 得之圣也, 夫心之观则思, 而不知思本无可思也, 能思无思之妙, 则无思无律而殊途同归, 能达无思之思, 则虽一致而具足百律, 思而无思, 所谓退藏余秘密, 屈之至也, 无思而思, 所谓改而遂通, 信之至也, 屈乃所宜未信, 信乃所宜未屈, 官师所谓往复无济动静一缘, 照公所谓其路离其初为, 皆此理而, 法界离为之道, 其思易之可及, 故约为之祸之, 苟正此思及无思无思而思之妙, 则可以穷神之化矣, 殊途同归, 一致百律, 皆所谓一君二名之道也, 一约, 困于时, 聚于吉离, 入于其宫, 不见其亲, 凶, 子曰, 非所困而困焉, 明必辱, 非所聚而聚焉, 身必为, 济入且为, 死其将至, 其其可得见焉, 忘记, 忘记心外有法, 而欲求其目, 所谓困于时也, 不知万法违心, 而只有差别, 所谓惧于吉离也, 无惠故名辱, 无定故身为, 丧法身为命, 故死其将至, 永无法洗, 故不见其亲, 此二君一名之道也, 一约, 公用涉损于高雍之上, 或之, 无不利, 此曰, 顺者, 情也, 公使者, 弃也, 设知者, 人也, 君子藏气余生, 呆时而动, 何不利之有, 动而不阔, 事已出而有过, 与尘气而动者也, 情欲或, 气欲界定, 忍欲智慧, 解之上流, 独得其正, 而居正体, 如人有慧, 故能以界定断货也, 宗门于, 一吐横身当古道, 苍阴才见辨深情, 亦是此意, 子曰, 小人不耻不仁, 不畏不义, 不见利不劝, 不畏不成, 小臣而大见, 此小人之福也, 一曰俱孝灭止无咎, 此之未也, 善不积, 不足以沉迷, 恶不积, 不足以灭身, 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福未也, 以小恶为无伤而福去也, 故恶积而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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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亲小罪以为无恶, 乘之余小则无咎, 酿之余中则必凶, 修心者所依实实自省自改也, 子曰, 慰者, 安其慰者也, 望者, 保其存者也, 乱者, 有其智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妄为, 存而不妄亡, 智而不妄乱, 是以身安而家国可保也, 一曰, 其王其王, 戏于包丧, 自有因祸而谨悟已尽得者, 自有无过而脱带已退道者, 故君子虽未必有过, 由宜甘甘替力, 如否之久无可言, 安其未适得, 保其存世之, 有其智世力, 子曰, 得保而畏尊, 知晓而谋大, 力晓而认重, 先不及已, 一曰, 定哲足, 复公素, 其行我, 凶, 言不胜其任也, 欲居尊位, 莫若陪德, 欲做大谋, 莫若拓之, 欲任重事, 莫若充立, 得事法身, 知事般若, 力事解脱, 三者缺义, 绝不可以自立立他, 子曰, 知己其神乌, 居子上交不产, 下交不独, 其知几乎, 己者动之为, 及知先见者也, 居子见紧而坐不似终日, 一曰, 戒于时, 不终日, 珍疾, 戒如食焉, 明用终日, 断可食语, 居子之为之章, 直容之刚, 万夫之妄, 此所谓得后而为父尊者也, 实法界不出异心, 明知为己, 知此妙己, 则上何时方诸佛本妙决心, 与佛如来同依此利, 故上交不产, 下何时方六道一切众生, 与诸众生同一悲养, 故下交不读, 称性所其始觉, 必能合乎本觉, 故未及知先见, 此曰, 言世之子, 其代数几乎, 有不善未常不知, 知之未常复行也, 一曰, 不愿父, 无指挥, 愿疾, 此所谓之大而谋自愿者也, 欲证之机之神, 需修不愿之父, 天地应欲, 万物化纯, 难与构精, 万物化身, 一曰, 一曰, 三人行, 则损一人, 一人行, 则得其有, 言至义也, 此所谓立大而任何从者也, 既有不远之父, 须有至义之功, 难会余定, 不使偏枯, 乃可以成万得以, 此曰, 君子安其身而厚动, 亦其心而厚语, 定其交而厚求, 君子修此三者不全也, 唯一动, 择命不语也, 拒欲语, 择命不应也, 无交而求, 择命不语也, 莫之语, 择伤之者至语, 一曰, 莫义之, 祸及之, 立心误痕, 凶, 为人可以安生, 为之可以异语, 为力可以定交, 人事断得, 知事智得, 力事力他恩得, 有此三者, 不求义而自义, 今为以动则得薄, 拒欲语则知晓, 无交而求则立想, 不亦伤夫, 此曰, 乾坤其义之门耶, 乾, 阳物也, 坤, 阴物也, 阴阳何德, 而刚柔有体, 以体天地之转, 以通神明之德, 其称明也, 杂而故悦, 于姬其类, 其衰逝之意耶, 夫意, 张网儿查来, 而未显产忧, 开儿当名辩误, 正言断词, 则备语, 其称明也小, 其曲类也大, 其指缘, 其慈吻, 其言曲而终, 其誓四而语, 因二以记明心, 以明师德之报, 有义礼即有乾坤, 有乾坤即通义礼, 如臣必有门, 门必通臣, 盖甘是阳物, 在天曰阳, 在地曰刚, 在人曰之, 昆是阴物, 在天曰阴, 在地曰荣, 在人曰人, 而阴不屠阴, 阴必俱阳, 阳不屠阳, 阳必俱阴, 故阴阳和德, 而刚柔有体, 即天道而为地道, 即地道而为人道, 即人道而以天地之转, 通神明之德, 亦礼即然, 亦书亦耳, 所以六十四卦之名杂而不悦, 杂, 为大小善恶邪正及凶之不同, 不愿, 为总不外于阴阳二物之德, 然史上古之事, 有善无恶, 有正无邪, 则此书亦可无作, 今为以衰世纪有善恶邪正之书, 欲及此善恶邪正, 仍归于非善非恶之至善, 非邪非正之至正, 所以方作义而, 是以义之为书, 能张网音, 能查来果, 能以显示惠归为理, 能使幽机产成名相, 故以此开示天下万事, 明无不当, 物无不便, 言无不正, 此无不断也, 一挂只有一名故小, 一名巨韩众一故大, 包境内圣外王之学故止远, 此不凡而亦以达故文, 言偏而亦无不缘, 故屈而终, 是定而凡情难测, 故似而矣, 应觉已以明师德之报, 遂令明知痴痴亦可必师而须的也, 亦之心也, 其余中不忽, 作义者, 其有忧患忽, 言其有与明痛患之身心也, 是故履, 得之机也, 谦, 得之锐也, 得之锐也, 负, 得之本也, 狠, 得之故也, 算, 得之修也, 义, 得之欲也, 快, 得之遍也, 静, 得之地也, 许, 得之之也, 信词而立见, 顾味得今, 顾味得经, 内旨而外顺, 顾味得禀, 天君为主, 顾世得本, 动而深入, 顾得可顾, 譬如魏山 故魏德修 古武振作 故魏德欲 积而能流 故魏德变 入而能出 故魏德地 变入一切 故魏德智 临素魏而行之魏律 运高于悲之魏迁 魏仁有乙之魏腹 动而有肠之魏痕 去恶尽尽之魏损 积善缘满之魏意 历尽恋心之魏困 有缘不穷之魏己 无辱不得之魏逊 其实六十四卦 无非与民同患 内圣外王之学 且就九卦指点者 以其由魏民显故也 屡合而至 千尊而光 富小而便于物 横杂而不厌 损先难而后易 异常欲而不赦 困穷而通 紧居其所而迁 续称而以 何疾对子 智疾前见 尊疾山高 光疾昆顺 小疾一阳而为众因之主 入于群洞 固杂而不厌 顾杂而不厌 毕如魏山 方富一溃 顾先难而后易 古武振作 则自然常欲 穷极士之直水 通极侃之流水 游极故流 有所谓以居求智而行 亦达道也 紧不动而则及余物 须能辨入一切事 理生傲之旅 故称而已 律亦核心 千亦智力 富亦自知 恒亦亦得 顺亦远害 亦亦心力 困亦寡愿 谨亦辩义 序亦行全 此证明久挂之用如此 以此而为内圣外王之学 所以能归非善非恶之至善 非邪非正之至正 而圣人与民痛患之线所亦 以静漏于此意 临安子久挂 亦即是亦于久法 著成不思亦官之职 盖亦即不思亦静之亦官也 作亦者有亦民痛患之心 更认识 更设九法 以皆三根 屡是真正发福提心 上求下话 千世善巧安心止观 地中有山 止中有观也 富是破法辩 一阳动于五阴之下也 恒是实通宰 能动能入也 损是道品吊事 能除过也 义是对质注开 成是理二善也 困是知自慰 如水有流止 不可执行费修也 谨是能安忍 为不动而论物也 蓄是理法爱 为深入于正性也 一知为疏也不可远 为道也屡谦 变动不拘 中流六须 上下无常 刚柔相义 不可为点调 唯辩所逝 其出入已度 外内始之拒 又名于忧患于故 无有失保 如灵父母 出律其词 而魁其方 既有点长 苟非其人 道不虚行 一书虽 虽具成天地事物之理 而其时 竊竟于日用之间 故不未远 虽竟在日用之间 而出无死法 故未道理迁 随无人一味无事中 具有实法界之变化 故变动不拘 周流六须 界界不拘 法法不容 故上下无常 刚柔相义 所以法法不容执着而为变所逝 为其一界出生十界 十界去入一界 虽至便而各有其度 故身民外内之机 使之敬业于一面之为 又名是忧患之道 己所以当忧当患之故 能令独世书者 虽无失法 而如灵父母 可谓爱之身教之至语 是以善独义者 出但寻其挂窑之子 而深度其所逝之法 虽于不可谓点调 使有一定不义之点长也 然狗非其人 安能独义及物义礼 全以义礼而未功行实践 自立立他之妙行哉 一之为书也 愿是要衷 以为止也 六窑相杂 为其实物也 其出难之 其上一之 本末也 出此拟之 促成之中 若复杂物赚得 便是与非 则非其中遥不备 一 亦要存亡及凶 则居可之语 知者观其团子 则思过半语 二与四同宫而异味 其善不同 二多欲 四多聚 敬也 柔之为道 不立远者 其要无旧 其用柔中也 三与五同宫而异味 三多凶 五多宫 贵贱之等也 其柔为 其刚甚邪 敬也 夫离阙始终之之 责无实物 离阙始物 亦无始终 故学义者 须得其大体 尽其曲折 乃可谓居观向动观遍也 然虽发心必尽二不别 而出则难之 上则易之 以二心中先心难顾 即发心以 终当刻过 亦本一味法如事故 事已出此拟之 促以此而成忠 故畏学者又不可图事出心以也 若福便设于万事万物之杂图 而转成其德行 及身便修行之是非 则非其中之四遥不悖 夫事物虽有万书 是非虽似分柔 思过外书 何谓是之以非 且如二与四同是阴也 而欲聚不同 则远近之分也 则远近之分也 三与五同是阳也 三与五同是阳也 而胸功不同 则贵见之分也 柔一与五同是阳也 此曰时未如此 若曰修正者 知未亦高远 行屡一切时稳朗 故知内圣外王之学 兼于一挂六窑中备知 一知为书也 广大西备 有天道焉 有人道焉 有地道焉 兼三才而两知 故六 六者非他也 三才之道也 道有变动不约遥 遥有等不约悟 悟相杂不约闻 闻不当不及凶身焉 上明指与时悟 且约人道焉之 而时三才之道如不被焉 且如三化便是三才 而三才绝非天空单独之理 当之一一才中还具两才事理 故相之以六化 而六者非他 乃表一一化中又各还具三才之道 不但初二为定 三四为人 五上为天而已 世故三才各有变动之道明之 曰遥 遥有初中中间之等 故明曰悟 悟又互相加杂不依故明曰闻 闻有当与不当 故及凶从此而生 而所以趋及避凶才成 辅相于天地者 则其全度归于学义之君子义 义之心也 其当因之末世 周之圣得邪 当闻王宇宙之世邪 事故其辞违 违者使平 义者使清 祈祷盛大 百物不费 距与忠实 其要如酒 此之谓一之道也 此证明学义之君子 于末世中而成圣得 自祭晚凶未及 又能忠心意道以昭示 于天下万事也 夫前 天下之至见也 得行恒意以知显 夫坤 天下之至顺也 得行恒俭以知足 能说诸心 能言诸侯之律 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偉 偉者 事故变化云味 吉事有香 相事之气 战事之来 天地设位 圣人尘能 神某鬼谋 百姓与能 八卦以相告 窑团以情言 刚容杂居 而吉凶可见 变动以利言 吉凶以情谦 事故爱物相供 而吉凶身 远近相取而悔令身 情味相改而利害身 凡云之情 凡云之情 敬而不相得 则凶 祸害之 悔弃令 将判者其此残 忠心以者其此之 吉人之此寡 造人之此多 乌善之人其此流 施其守者其此虚 夫意道虽盛大 而乾坤足以敬之 甘义而知显 坤俭而知足 为其知显 故显欲成义 否则欲变成显欲 为其知足 故祖亦成俭 否则简亦成俭 物此简亦贤祖之礼于心 故愿 知此晚辉贤祖亦成 简亦之不可草率 故其律言 既愿其礼 又言其律 则之行何以 全体乾坤之德 遂可以定吉凶成伟伟也 事故世间之变化云味 举凡吉事无部有相 圣人于此 吉相适而可以知弃 吉战适而可以知来语 由此观之 天地一设其位 一礼吉已昭著于衷 圣人不过吉此已成能耳 燃其一礼甚深奥 亦甚平常 以言其深奥 则神谋某 以言其平常 则百姓何常不予能灾 夫百姓何以予能 几笔八卦未尝不以相告 几笔摇团未尝不以情言 几笔刚柔杂居 而几凶未尝不可见也 事故意卦之变动 不过以百姓之力言也 义辞之几凶 不过以百姓之情令其千善也 事故百姓之爱物相公而及凶身 远近相取而鬼令身 情为相改而厉害身 此百姓之情 即一中卦瑶之情也 凡义之情 净而相得则疾 不相得则凶 祸害之 悔切令已 而此相得不相得之情 能至吉凶鬼令者 其他人强予之灾 事官将盼者其慈财 乃至失其守者其慈躯 可见一切吉凶祸福无不出于自心 心外更无别法 此义里所以虽至忧生 时不出于百姓日用事物之间 故意可与能也 说话传 习者圣人之作一夜 忧赞于神明而生失 参天两地而已树 官便于阴阳而立卦 发挥 发挥于刚柔而生遥 何顺于道德而领于义 穷里尽性已至于命 夫应时有数 应数立卦 应卦有遥 此人所共之也 借此以和顺道德 穷里尽性 此人所谓立之也 且失之身也 时由圣人忧赞于神明而生之 数之已也 时参两于天地 卦之力也 时官便于阴阳 谣之身也 时发挥于刚柔 此由人所不知也 为其失从圣人忧赞生 乃至谣从发挥刚柔生 顾及此刻以和顺道德 使尽修之义条理有章 既得尽修之义 择里可穷 性可敬 而天命自我利益 作义之只顾不生予 习这圣人之作义也 将以顺性命之理 将以顺性命之理 是以立天之道 约阴与阳 立地之道 约容与刚 立人之道 约忍与义 尖三彩而两枝 故意六画而成卦 分阴分阳 谍用荣纲 故意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 山则通气 雷锋相防 水或不相设 八卦相错 树枉者顺 直来者逆 事故意 逆树也 无人自无始以来 迷信命而顺生死 所以从一生二 从二生死 乃至万有之不同 今圣人作义 将以逆生死留 而顺生命之理 是以吉彼自心望线之天 立其道约阴与阳 可见天不偏与阳 还具意知全力 所谓随缘不遍也 吉彼自心望线之地 立其道约容与刚 可见地不偏与阳 亦具意知全力 亦据意知全力 亦随缘不遍也 吉彼自心望纪之人 立其道约人与亦 人则痛地 亦则同天 可见人非天地所生 亦据意知全力 而随缘长不遍也 天具的人之量 得具天人之量 人具天地之量 故意书中以六话成话 而表示之 于阴阳中又分阴阳 于柔刚中雇用柔刚 故意书中以六位成章 而昭显之也 何谓六位成章 谓天地已定其位 则凡阳皆属天 凡阴皆属地 燃山则为使不通气 雷锋为使不相薄 水火相反 而又为使相涉也 是与八卦相错 而世间文章成语 即此八卦相错之文章 若从其从一生二 从二生四 从四生八之往事者 则是顺身死流 若知其八指是四 四指是二 二指是一 一本无一之来世者 则是逆生死流 逆生死流 则是顺性命理 是故作义之本义 其妙在义术也 为其正治前 甘为一样 吉表饭本排源之相耳 雷以动之 风以散之 雨以润之 日以宣之 更以止之 对以说之 潜以军之 潜以军之 坤以藏之 先以定动游如雷 后以会拔游如风 法性之水如雨 智慧之照如日 妙三妹为更智 妙总持为对月 果尚智得为前军 果尚断得为昆藏 地出乎镇 其乎续 相见乎离 智义乎昆 说言乎对 战乎前 劳乎凯 晨眼乌梗 递者 无人一念知天君也 不奋不齐 不菲不发 故出乌震 即发出生死心 虚入法门以其其三页 三页即其 虚与智慧之明见一切法 既有智慧 虚佳功行 智行两倍 则得法喜乐 又可说法度人 说法则将挪位战 战胜 则赏赐 赐自田宅 乃至解记诸 以劳之 记得受记 则成道 而分业 盘山 万物出乎镇 镇 东方业 其乎续 续 东南业 其业者 颜万物之劫其业 灵业者 明业 万物皆相见 南方之卦业 圣人难面而听天下 享明而至 盖去诸子业 昆业者 得业 万物皆至养焉 顾约至义乎鲲 对 镇丘业 万物之所说也 顾约说言乎对 战乎前 前 西北之卦业 盐阳相宝也 砍者 睡也 镇北方之卦业 劳卦业 万物之所归也 顾约劳乎鲲 梗 东北之卦业 万物之所成中 而所成诗也 顾约成言乌梗 万物皆出乌正 旷位圣位贤 成佛作祖 独步出乌正邪 万物皆其乌顺 而三叶可服其邪 万物皆相见乌鲤 而智慧可服鲤鲤 万物皆养鱼鲤 而宫行可服屡见十地邪 万物皆说乌对 而可无法洗以自愚 可无法因以令他洗悦邪 阴阳相宝 即表摩佛幽分 万物所归 正是老赏有功之义 自济成中 则能成物之始 自觉觉他之未也 约观心者 一念发心未定 一切诸心心所随之 乃至三千性相 百戒千如 无不随现浅一念之心 而出入也 神也者 妙万物而未严者也 动万物者莫及呼雷 挠万物者莫及呼风 造万物者莫染呼火 说万物者莫说呼则 论万物者莫论呼水 中万物使万物者莫胜呼梗 故水火相改 雷锋不相悖 山则通气 然后能变化 继承万物也 呼神不及万物 亦不离万物 顾约妙万物也 一念菩提心 能动无边生死大海 正知相也 三观破获无不变 须知相也 会火干枯获叶苦水 离知相也 法喜变才自利利他 对知相也 法性理水 水润则一切 法性理水润则一切 看知相也 首轮言三倍就尽兼顾 更知相也 凡此皆乾坤之妙用也 即八卦而非八卦 顾约 calculой 谁赢筹获叶苦水润 次事啊 事儿 排�肺五头 辅脱 滤 慧 陨 雨 呆 至也 对 说也 见则可以提到 顺则可以制到 动则可以去到 入则可以造到 现则可以养到 立则可以不为呼到 指则可以安到 说则可以行到 此八卦之得也 甘为马 坤为牛 正为龙 迅为金 坎为史 黎为智 更为狗 对为羊 独此方之蠢动 韩灵皆有佛性 虽一物各项无卦 而挂挂各有太极全得 则马牛等亦各有太极全得 前为首 坤为父 正为足 逊为故 坎为耳 黎为目 更为首 对为口 若曰我一身言之 则马牛等各具八卦全能有可知也 前 前 天也 故称乌父 坤 得也 故称乌目 正义所而得难 故魏之长难 续义所而得女 故魏之长雨 坎在所而得难 坎在所而得难 故魏之中难 离在所而得女 故魏之中雨 更三所而得难 故魏之少难 对三所而得女 故魏之少女 指此众物各体之八卦 即是天地难语之八卦 可见小中现大 大中现小 法法平等 法法固具 真华言世世无碍法见也 佛法逝者 方便为父 制度为母 三观皆能破一切法位长难 三指皆能行一切法位长雨 三观皆能统一切法位中难 三指皆能统一切法位中雨 三观皆能 三观皆能达一切法位少难 三指皆能停一切法位少女 甘为天 甘为天 为环 为君 为父 为玉 为金 为寒 为兵 为大士 为梁马 为老马 为吉马 为国马 为木过 坤为帝 为母 为父 为父 为灵色 为君 为子母牛 为大鱼 为文 为重 为饼 其余的也为黑 正为雷 为龙 为玄黄 为夫 文 为大徒 为长子 为绝造 为仓浪烛 为环卫 其余马也为善民 为住族 为坐族 为德桑 其余价也为反身 其咎为剑 为帆仙 训为母 为风 为长女 为神职 为公 为白 为长 为高 为进退 为步过 为臭 其余人也为挂法 为广扫 为多白眼 为尽力 是三倍 其咎为造卦 砍为水 为勾毒 为饮福 为奖容 为功伦 其余人 其余人也为佳忧 为心病 为耳痛 为血挂 为赤 其余马也为美极 为疾心 为下手 为宝提 为也 其余余也为多神 为通 为宝 为道 其余墓也为奸多心 黎为火 为日 为殿 为终于 为甲卫 为歌兵 其余人也为大副 为钱挂 为憋 为血 为淫 为淫与家崇 为报 为归 其余墓也为刻上稿 更为山 为进路 为小时 为门阙 为果落 为昏寺 为纸 为狗 为树 为钱 为之树 其余墓也为奸多结 对为泽 为少女 为乌 为口舌 为伟哲 为父爵 其余的也 为纲 为妾 为羊 此广八卦一章 由剑一礼之铺天扎地 不剑精粗 不分贵剑 不论有情无情 禅门所谓清清脆竹 总是真如 玉玉黄花 无非般若 幼云墙壁瓦力皆是如来清净法身 幼云 成佛作祖 犹带污名 带脚拼毛 推居上位 皆是此意 千云甘剑也 昆顺也 乃至对说也 而此剑等八德 则能聚造实剑 且如剑之善者 则为天位君 其不善者 则为极为国 顺之善者 则为定位母 其不善者 则为令位黑 下之六卦五步皆然 可见不变之理常自随缘 习相远也 然及伯等人是见德 令黑等乃是顺德 可见随缘之习领缘不变 性相近也 若以不变之体 随随缘之用 则是间但有天还乃至目果等 可指尘尔 安得别有所谓前 故大佛顶金云魔是见者 若以随缘之用 归不变之体 则为是一干见之得尔 其更有天还乃至目果之差别哉 故大佛顶金云无非见者 与此会得 方知孔子道脉 除言子一人之外 断断无有能会悟者 故在探约今也则亡 临此终具有依正因果善恶 无计烦恼业苦等一切诸法 而文章错终变化 使后侍读者无处可讨线索 真大圣人手笔 非子下所能错一字也 欧阳府如乃一非圣人所作 欧阳府如乃一世卦传 有天地 然后万物生天 迎天地之间者为万物 故受之以囤 囤者 迎也 囤者 物之始生也 物生必蒙 故受之以蒙 蒙 蒙者 蒙也 物之何心好心也 物何心好心不可不养也 故受之以虚 虚者 饮食之道也 饮食必有送 故受之以送 送必有重启 故受之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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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也 众并有所笔 故受之以斔 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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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大者,通也,物不可以中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中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赢,故受之以迁,有大而门迁必欲, 故受之以欲,欲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其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故,故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灵,灵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 故受之以关,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事科,科者,何也,物不可以苟何而已,故受之以奔,奔者,事也,至事然后亨, 则静,则静已,故受之以包,包者,包也,物不可以中静,包穷上反下,故受之以父,父则不妄已,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处, 故受之以无妄,故受之以无妄,故受之以移,以者,仰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中过,故受之以砍,砍者, 献也,献也,献必有所利,故受之以利,利者,利也,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 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领义有所措,夫妇之道 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盾,盾者,退也,物不可以中盾,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中壮,故受之以静, 静者,静也,静也,静必有所伤,故受之以静,义者,商业,商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魁,魁者,乖也, 乖并不可受之以物, 碎并有所伤,禾也,乖并不可以中难,故受之以劫,解者,换也,患并有所诗,故受之以损,损而不以便义,故受之以异, 义而不已必觉 故受之已觉 觉者 觉也 觉必有所欲 故受之已够 够者 欲也 物相欲而后聚 故受之已翠 翠者 聚也 聚而上者未知身 故受之已身 身而不已必困 故受之已困 困乎上者必反下 故受之已警 警道不可不革 故受之已革 革物者莫若顶 故受之已顶 主气者莫若长子 故受之已阵 阵者 动也 物不可以中动 止之 故受之已更 更者 止也 物不可以中置 故受之已见 见者 静也 静必有所归 故受之已归魅 得其所归者必大 故受之已礼 礼者 大业 穷大业 穷大者必失其居 须受之已履 须受之已履 履而我所容 须受之已训 训者 入也 入而后说之 须受之已对 对者 说也 说而后散之 须受之已患 患者 灵也 物不可以中离 须受之已结 结而信之 须受之已忠服 有其信者必行之 须受之已想过 有过物者必记 须受之已记记 物不可穷也 须受之已 须受之已 未记忠焉 虚挂一传 亦可作世间流转门说 亦可作功夫海涅门说 亦可作法界缘起门说 亦可作社化立身门说 在无责 在无责内圣外王之学 在世责自立立他之绝也 杂卦传 刚容和德 优乐相关 与穷互换 建杂相许 其只甚衰之变态 乃至穷通消长之地成 施法佛法无不接然 自知至人其道闲耳 而措杂说之 以静上文久易中 位静知职 令人学此意者 科者通者 无不在玉里中也 彼端真有画功之妙 非大圣不能有此 甘刚芬蓉 彼悦诗忧 灵观之意 或雨或穷 屯健而不失其居 蒙杂而者 灵友能灵所灵 以挂言之 阳灵阴也 以谣言之 上灵下也 观有观是观瞻 二阳观是四阴 则阳未能是 阴未所是也 四阴观瞻二阳 则阴未能瞻 阳未所瞻也 见侯而令居真 故见而不失其居 包含儿子客家 故杂而者 正 起也 梗 置也 损意 甚衰之时也 大处 失也 污望 灾业 损下 亦上未衰之时 损上亦下未胜之时 实无实法 而包容万事万物 故大处需约时言 所谓多时前言往行 以处其得 三大阿森指节修行者事业 自是无望 则变成灾 所谓为圣网念作荒 又富道各如如 早已变了 翠俊而生不买也 千轻而欲待也 劳迁返得清安 欲悦返成懈怠 修得者所应之 世科 实也 奔无色也 有间隔而可食 五彩色位真奔 故为静不足聚 文采不足炫也 对剑而迅服也 欲说法者 还需入定 欲达到者 先须求智 随 无故也 故 则斥也 随不宜无事生事 古不放随坏随凶 包 烂也 腹 饭也 紧 书斜献一 也 明尼 珠也 烂则必反 书斜献一 则必珠 获惜福所成 福惜获所成 学艺者所应观向完词观便完战者也 谨通而困相遇也 谨不动而常通 困虽穷而相遇 此事人以自守之要道也 仙 宿宿也 恨 酒也 宿集感而随通 酒集既然不动 思未定会之道 换 换 灵业 结 至业 结 换业 结 难业 窺 外业 家人 内业 否态 反其累业 有名并有智 有怀并有难 有外并有内 有态并有否 有否并有态 内相反而并相成 学艺者不可不知 大壮则止 顿则退也 壮即无止 顿即无退 皆私患预防之学 大友 众也 同仁 亲也 隔 去顾也 顶 去心也 众必相亲 相亲必隔壁而日新其得 想过 过夜 中福 信也 有过不防相归 相归乃可相信 风多顾也 轻挂铝也 风必多顾 铝必寡清 素未而行 存乎其人 离上而砍下也 至火高照万法 定水生成性海 小处 挂也 绿 不处也 但一文德 但一文德 则其道挂 虽便令分 与时便通 而无定局 须 不敬也 不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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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过 颠与 狗 玉也 柔玉刚也 简 女龟 女龟呆 男行也 疑 养正也 寂寂 定也 龟魅 女之中也 未尽 男之穷也 不敬乃可敬 不轻乃可轻 大不可过 所以戒与 柔能胜刚 所以成欲 定必须慧 故女呆难 养正则疾 故须观仪 以定者不必言 但当逢其位定者耳 忠则有识 穷则私通 凡此 皆言外之指向 中之一也 绝 绝也 刚绝柔也 居子道长 小人道幽也 上云甘刚昏柔 则刚柔乃二卦之德 岂可云刚绝柔 使天下有甘无昏 岂可乌灾 且立天之道约阴与阳 则天亦未尝如阴也 立地之道约柔与刚 则得亦未尝如刚也 经所谓刚绝柔者 但令以君子之刚 而绝小人之柔 则小人可化为君子 而君子道长 设时以小人之柔 而绝君子之柔 则君子被害 而小人亦无以自立 必中置于柔 必中置于忧 所以性善性恶惧不可断 而恶恶愧不可断 问何谓君子之刚 答 答 智慧是也 何谓君子之柔 答 慈悲是也 何谓小人之刚 答 答 天漫邪剑是也 何谓小人之柔 答 贪欲吃一事也 一 读此一章 由知宣圣时成灵山秘主 先来此处度生者 不然 何其为言傲置 生何于亦成若此也 思之佩之 亦解拔 亦闹岁患游温灵 节冬月台 有郭世子来问异役 岁具笔书稿 先臣戏词等五传 四臣上经 而下经解位即伴 偶印紫云法华之请 炫至高阁 屈指呼月三载半语 青春印流都请 兵祖时成 辽旧寄生安度下 日常如事 为二三子商揪大乘指观法门 复以余力念事一学 使尽前稿 接接 从里至无 得不过三千余里 从新寺冬至今下 时不过一千二百余日 乃世事幻梦 盖不赐万别千差 交亦耶 便亦耶 至于力尽万别千差世事 时的俱易 而不义者依然如故 无事已知日月积天而不立 将何尽重而不留 照公非其我也 得其不义者 以应其至义 观其至义者 以厌其不义 常与无常 二鸟双游 无安之闻王之余有力 周公之辈流言 孔子之习基于周流 而为边三位之觉 不同改于私之夜 与愧无三圣之德之学 而妾类三圣与民同患之时 故格彼儿富贵之拔 时已有论六月二十九日也 北天目道人古无偶义秩序书 周一禅解卷第九 周一禅解卷第十 北天目道人偶义秩序者 何图说 细词传阅 天一的二 天三第四 天五的六 天七第八 天九的十 天数五 得数五 五位相得而各有何 天数二十有五 得数三十 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此何图之 树也 解献系辞上传中 此先天天之数 除中五天地生数以为太极本位 用于五十位别师之策也 五位相得者 一的五而为六 一的五而为六 二的五而为七 三的五而为八 四的五而为九 中的一二三四而为十也 各有合着 一合六 二合七 三合八 四合九 五合十也 一与九为十 二与八为十 三与七为十 四与六为十 一二三四为十 共成五十 而终之五点 每点韩十 故以终五位本数也 然虽先天之数 亦含后天八卦之用 且如一六深水 故侃居正北 二七深火 故邻居正南 三八深沐 故正居正东 四九深经 故对居正西 五十深土 故土人居中 甘继位于西北者 阳位阳树之间也 昆继位于西南者 因树阴位之境也 阴阳不结而为山 故更居东北 阴阳不谷而为风 故逊居东南 灵约初是法者 一是地狱之恶 六是天道之善 为善恶一对 二是畜生之祸 七是生闻之解 为解惑一对 三是恶鬼之罪苦 八是知佛之福田 为罪福一对 四是修罗之田慰 九是菩萨之慈悲 为田慈一对 五是人道之杂 十是佛界之唇 为唯唇杂一对 又约十度修得者 一是不失 六是般若 此二位福慧之主 如的生成万物 故居下 二是持解 七是方便 此二位教化之首 如天朴父万物 故居上 三是忍辱 八是大愿 此能出生一切善法 故居左 四是精进 九是实力 此能成就一切善法 故居右 五是禅定 十是种智 此能统御一切诸法 故居中 实则借借互居 度度互舍 盖世间之术 以亦为始 以时未忠 花焰以时表无尽 当之始终 不出一心 一成一沙那也 洛书说 大愿因洛书 而作九成 经以13579居四方 及中央正位 以2468居四为偏位 又以其实 正表扬得为正 而因得福之 再人 则未知及人 守之学 智巧胜利之相也 左右前后纵横斜 指示之 皆得十五之数 以表位位法法之中 皆具天地之全体满数 非分天地以为诸树也 悟悟一太极于此可见 约出世法 则九戒皆及佛戒 故不别利佛戒之时 又九波罗密皆及种智 故不别利种智之时 盖凡数法若至于时 便是大义书故 数于此中 及于此时故 福西八卦四续说 细词传越 亦有太极 世生两余 两余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太极飞动飞净 双照动静 故必具乎阴阳 阳亦太极 阴亦太极 故皆非动非静 双照动静 还具阴阳而成四相 四相亦皆及是太极 所以皆亦非动非静 双照动静 还具阴阳而成八卦 然则八卦指示四相 四相指示阴阳 阴阳指示太极 太极本无始法 故能力一切法而 若从一生二 从二生四 从四生八 从八生六十四等 世卫顺数 若从六十四素至八 八素至四 四素至二 二素至一 一亿本无始法 世卫秘数 顺数则是流转门 秘数则是海叶门 流转从阴阳二化出 海叶从阴阳二化入 顾约乾坤奇异之门 圣人作义 药人即流转而物海叶 超脱生死转回 超脱生死转回 顾约一秘数也 福西八卦方位说 先天八卦 约体言之 甘南表天 坤北表地 临东表日 坎西表月 正居东北 东之初夜 对居东南 海之向夜 旭居西南 入之初夜 更居西北 山之向夜 虚于在此方誓之 则居西北 日月星辰至西北 皆为虚于妖所也 故忘记天缺西北也 福西六十四卦次序说 随念一阴一阳 碧海聚一阴一阳 故六众之而成六十四卦 其实卦卦无非太极权体 故得为四千九十六卦也 福西六十四卦方位说 约一天下 亦以此卦图而分布之 约一省亦府一现 亦各以此卦图而分布之 静约一宅 亦以此卦图而分布之 吉丹约一房 一座具地 亦以此卦图而分布之 大部爱小 小部爱大 大义指示六十四卦 小义全聚六十四卦 义时一刻义友词六十四卦 更古更经意指此六十四卦 若向此处悟得 便入华眼世事无碍法界 故里长者借此以名华藏世界 不然 其令福建在南 则有甘无鲲 燕都在北 则有鲲无钱 天竹在西 但卫坎地 指纳在东 为氏民方也耶 文王八卦四序说 男即父 女即母 幼父指示男 母指示女 昆体的甘为三男 有慧之定 即指而观也 正为观穿意 更为观达意 甘为不观观达意 甘体的昏违三女 有定知慧 即观而止也 训味止息意 对味停止意 离味不止止意 震动更静 甘能动能静 甘妃偏于静也 甘妃偏于动也 驯动对静 离能动能静 昆妃偏于静也 又震动而出 驯动而入 更静而高 对静而生 坎间动静 而从上之下 上中不穷 离间动静 而从下之上 下中不静 信之一一皆法见也 文王八卦方位说 说话传阅 地出乎阵 其乎序 相见乎离 致意乎坤 说眼乎对 战乌前 劳乌坎 晨眼乌梗 又曰 正 东方夜 乃至更东北之卦夜 此需曰观心功夫解释 据在说卦传阅中 后天八卦 曰用耳眼里表果腾 顾望于南 砍表水降 顾望于北 焦发力尖 诗味俱海 甘味周滩 顾砍虽俱北 耳水沦寒十方界 昔根之土 亦变四围 火势掠水 抽味草木 顾有正序 目望于春 顾正居东方 顾一属目 又能生火 其向卫风 顾居东南 得信奸者明知为今 金望于秋 顾居西方 甘亦属经 又表须于是四宝所成 在此的知悉北也 又图说有八 或语就通 或语就义 只贵遥通如是心谣而已 观者树枝偶异尽时 孝克一禅济世 瑞刀士大师五年 每见酒精一学之事 一文大师念译 无不轻浮 遂发心目子全集 折引一禅居首 大师解义忌弊 方出图说 故并赋予墨卷 或有问曰 子养本意 图说在前 为圣人做义经为之指 全在语言文字之先 惊呼的道志耶 大师答曰 圣人物无言而是有言 学者应有言而勿无言 所以古有作图幼书之说 何道之幼 且文字语图皆彪跃指而 不肯观跃 而争执之前后 不亦或呼 问者莫然 资因效课 并识此语 愿我同志阅思编者 乐知 文字语图无非无人心性注脚 不作有言会 不作无言会 数不赋法恩义 门弟子通瑞百拜敬书 周易产解卷第十 周易产解十卷连圈 记自十一万五千四百十八个 又加刻挂相供十八个 由愿款支付客资养二百六十元四角 民国四年下六月 中文字语案 中文字语 gör细 解参之一 spaces 解三 解参之一 解 α